第416章 心灵领域 龙宫城 石宇没等多久 化龙果就被送来了 所谓的半数以上龙王同意才能分配的龙宫城公共财产 石宇感觉毫无难度 海龙王一对夫妻就占了两票 兵龙这边又是一票 这就三票了 由于是要分给石宇 其他龙王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毕竟目前石宇是龙神身边的大红人 除此之外 石宇还替龙宫城进化了一尊图腾战礼 理应算功劳一件 既在环保部头上 所以 化龙果得到的毫无难度 龙妈 你到底去不去 此时 资源到手 石宇已经准备离开龙宫城 但在离开前 石宇则是再次邀请起冰霜巨龙 一起去世界赛 给自己助阵 再说再说 冰龙烦烦烦烦的 又想去又不想去 伊娜泰拉 听起来就很危险 到时候肯定图腾变得走 半神都得有 把七国和图腾国放一起 不出事 他不信 但是不去的话 他又担心 好气赤童的情况 行 石宇无奈道 那我先走了呀 快走 冰霜巨龙丝毫没有留恋到 石宇走了后 冰霜巨龙沉默地看着石宇离开的地方 进化出了神话种族啊 不愧是自己的玉兽师 真会挑人 虽然这样要求一个六级玉兽师不太好 但是冰龙倒是很希望 石宇可以夺得世界赛冠军 这样无敌的成就 错过就可惜了 唉 要是他也还在就好了 他有点想木灰鹰了 想让他见一见自己突破图腾后的样子 这头千年老龙在幽深的龙宫叹息一声 没有朝夕相处的人在旁边 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 石宇从龙宫城出来后 感觉最近也没什么大事了 距离世界赛的召开 只剩下了不到一个月 再过不久 冬皇团应该就会出发前往荣光 七国的世界赛选手都会集结荣光国 如果他没记错 明天的话 冬皇的十位世界赛选手 还会在帝都有一个会议 关于世界赛的 他作为序列第七 也得到了邀请 这个的话 石宇没怎么在意 让他在意的是 接下来七国好像是要在荣光那里 进行一场考古大会 考古大会 两件神话资源 一堆传说资源 石宇早已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蓝星的神话时代灭绝原因 是天外势力 这个结论告诉了林慧常 让他提前做好准备 对于石宇能从麒麟换兽中得到有用情报 林会长自然欣慰万分 不过 这个情报着实有点让掌权者淡疼 沉默 普通人或许根本不用关心什么灭世危机 但是作为一国预售师的领导者 林肖不得不重视 此时 石宇在纠结另外一个问题 虽然告诉了林会长 麒麟梦境幻影的收获 但是封麒麟已经进阶为神话种族的事情 东皇这边倒是还没人知道 就跟其他化石幻兽复苏后 种族等级会降一样 麒麟幻影刚复苏时 也不是神话种族 全是靠后续神话 复苏技能提升上来的 要不要和林会长打声招呼 毕竟 如果世界赛动用了准神技 他不管的不得冠军 绝对会成为所有势力关注的对象 甚至 比冠军还要得到更大的关注 世界赛第一届冠军东皇凌峰 第二届冠军 雪原某个御兽师 最新届冠军 神风某个御兽师 可都没有神话种族宠兽 不过 石宇相对安心的是 龙神和精灵女皇都表示 他们会观战世界赛 让石宇放心发挥 不要有后顾之忧 不知道世界赛 机械传说会不会苏醒 石宇沉吟 石宇又游又飞 终于回到了东皇 他目的地直奔帝都 等着明天开会 打算在遗迹空间内住一晚 次日一早 休息饱满后 卡着点 石宇让重重 把他顺移到帝都协会总部那边 周传奇 协会总部外 石宇喝着餐宝宝做的奶茶当早餐 静止向着协会内部走去 以前可能不吃早餐没事 但是最近他身体不好 必须能补就补 刚刚来到大门口 石宇就听到两个门卫尊敬的称呼声 他一看前边 一个眼熟的胖子 也刚过来准备进去 辛苦了 序列第六 周明点了点头 让两个门卫露出笑容 不过随即 他们一愣 看向了周明身后 立刻道 石宇博士 石宇博士 周明也猛然回头 这才发现 一个拿着奶茶吸着的青年 正一脸困意地走在后面 周明 序列第七 传奇之下第一人 石宇 周明甚至还挑战过石宇 只不过被石宇无视了 此时 周明还是第一次见到石宇本尊 他看石宇这一副 又疲又乏的死宅模样 一阵无语 这个精气神 怎么跟隔壁高中的学生一样 不像一点年轻人的样子 根本没有活力 早上好 石宇也简单地招呼了一下 然后看向了周明 周明传奇 是我 周明笑呵呵道 初次见面 石宇博士 久仰大名 一样一样 石宇心中顿时乐了 这个不是那个老岛没蛋吗 原本初始排名序列第三 结果 随着正海 陆清一突破 传奇贵公子蒋天阳克金 直接被干到了第六 痛失传说资源 所以说嘛 石宇当时根本不用理会他的挑战 等到了结算结束 他自己就会掉下去 石宇博士 我们进去吧 周明心中长叹一声 看着石宇 看着这个自己的难兄难弟 他和石宇 都好惨啊 原本都在序列前五 但谁知道后面的家伙这么深口 一下子 把他们挤了下去 一下子 周明对石宇 颇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传奇 传奇之下第一人 他们固然风光 但又有谁能知道 他们错失传说资源的痛呢 好 石宇跟周明 一起进入了协会大楼 然后来到了高层的会议室 此时这里 人倒是挺齐的了 序列前十 已经有八位已经抵达 石宇他们 是最后到的 序列第一 穿着军装 剑眉心谋的传奇御寿师叶星 他是东皇封号大元帅之孙 统领着目前东皇最强军王级军团 星辰军团 序列第二 统领的看着近来的石宇等人 天际集团脱胎于东皇五大财团之二的天赋集团 世纪集团 蒋天阳的父母 是两大财团的核心人物 序列第四 霸海传奇弟子 郑海 序列第五 出身考古世家的陆清一 以及序列第八 第十局季风 序列第九 邹允邹天王 序列第十 第四局高宣 再加上刚进来的序列第七石宇 序列第六变异融合天赋的周明传奇 这一届东皇召集的世界赛选手 算是全员到齐了 一共六位传奇 四位可胜霸主的顶级大师 相比七道 庭乡之前的仅有两位传奇选手 这个阵容可以说是无比豪华 周明进来 众人没什么感觉 不过石宇一到来 不少人倒是心情开始微妙了 为了多休息一会儿 石宇几乎是卡着点起床的 不肯浪费一点休息时间 所以他刚刚到来 林会长便后脚跟着道来 大家都坐吧 身着华服的林会长到来后 朝着众人点了点头 然后自己坐到了最里面位置 序列排名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 这次召集你们过来 是为了做世界赛最后的动员 众人点了点头 林会长到 我大概要说两件事 首先 你们要知道的是 世界赛是以个体为参赛对象的舞台 明面上能争夺的 只有一个冠军荣誉 世界赛上 你们每个人都将是对手 不过实际上 许多参赛选手 不是冲着冠军荣誉去的 而是为了在 伊纳泰拉娜一个个神话传说遗迹中 获得一定的机缘 我要说的是 无论是为了争夺冠军也好 还是为了机缘也好 你们毕竟都来自东皇 到了世界赛 你们将是一个整体 规则允许的情况下 你们要互帮互助 不然 单靠个人的力量 很难在这些混乱的世界赛中 生存下来 另外 这次世界赛 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除了正常参赛 陆清一 石宇两位考古学家 肩负探索遗迹的重要使命 他们将作为你们的首要保护对象 几位传奇点了点头 看向了陆 石两人 尤其是叶星 神灵 陆清一还好说 已经是传奇级了 但是石宇 他们看向了石宇 重点保护对象 应该就是石宇了吧 几峰 邹运 高轩 沉默地看着石宇 有点羡慕 大家都是六级 石宇却多了一堆传奇保镖 不过他们也明白 陆 石两位考古学家 可能是他们 在伊纳泰拉获得重大机遇的关键 其他底蕴 丰厚的国家 也应该是类似的配置 一两个主要战斗员 去争夺冠军位置 其余的 围绕重要考古人员 在一季中收割机缘 只要有收获 就不算亏 收获小的话 见好就收 收获比较大的话 说不定能临场突破 加入到争夺冠军的队伍 第二件事 序列排名的资源奖励 你们应该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吧 在最后阶段 你们每个选手 还可以向东皇协会 申请最后的资源 只要你有足够合理的理由 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 哪怕是再一件传说资源 也可以发放 除此之外 让国家守护神辅助特训 进入修炼遗迹境 任何要求都可以提 协会这边 会尽可能地满足 如果谁有相应的想法 等会议结束后 来主动联系我 好了 现在是你们的提问环节 对于世界赛 还有哪些疑问 现在都可以询问 林会长看向众人道 林会长 世界赛的规则 还没有确定吗 蒋天阳问 林会长道 和网界一样 都会在伊纳泰拉开启后 由世界术决定 事先不会有人知道 不过 你们可以拿网界的规则 作为参考 当然 前三界每一界规则都有不同 这一次可能也会改变 但大概率还会与一技 战斗有关 毕竟 这是前三界的共同点 季风道 林会长 参赛各国的选手情报资料 什么时候给我们 不愧是情报局的一员 深知情报的重要性 我听说 这一届世界赛 可能还会拥有图腾 林会长道 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 玉兽天赋千奇百怪 就像古都影传奇的空间强化天赋 如果修炼到八级 便有可能契约图腾 如果再考虑到混血体制的特殊性 如果玉兽师和契约生物 是同一种血脉 哪怕是传奇玉兽师 月级契约图腾 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种情况 是前三届世界赛中 不曾出现过的 那些图腾国 远比七国的传统预售师 更疯狂 至于你说的情报 在会议结束后 会给你们 但这种东西 看看就好 不要当做关键资料 众人各自询问起来 时宇全程吃瓜着听着 越听越困 仿佛在清晨上网课 啊好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散会 散会前 时宇瞬间精神了 出来后 他立刻跑来找路轻衣 道学姐 念力练得怎么样了 路轻衣笑道 及格线水平吧 和你的肯定比不了 但世界赛时候 肯定可以大杀四方了 诺 他把天赋诸递回给时宇 道 还有半个月 来得及吗 来得及 时宇笑 最后半个月时间 时宇决定 继续完善一下心灵感应天赋 这就不得不借助天赋诸了 除此之外 时宇还打算 通过天赋诸 帮时宇适应一下心身体 于是 他把赞交给学姐 修炼念力的天赋诸 要了回来 如今 路轻衣实力 应该远不止序列第五的水平了 亭香自然一记的一件传说资源 序列排名奖励的一件传说资源 使用后 都让他新增了霸主宠兽 三尊霸主 再加上念力强化技巧 时宇感觉 路学姐现在的战力 不算自己 应该能稳稳排进这届选手中前三了 仅次于夜星和神灵 至于这两位 路学姐肯定还比不了 毕竟他们世界赛没有消息之前 就已经拥有了两尊霸主 目前不说全员霸主 恐怕也差不了多少 对于他们的身份而言 获得传说资源的渠道明显更多 当然 肯定没有时宇获得传说资源的速度快就是了 时宇手里 重重有两件传说资源 餐宝宝有一件 赤童有两件 素素有一件 这还是用了好多的情况下 可惜 受限于等级 时宇目前只能望着资源空流泪 无法让他们像十一那样大气地刻掉 为了进一个月后的世界赛 此时 时宇再度闭关 去完善十一那掌控的不完全的神话形态 除了时宇和十一 其他宠兽也都各自在苦修 迎接接下来的世界赛 毕竟 时宇可是告诉他们了 他们能不能有准神技 能有多少个准神技 就看世界赛能不能拿冠军了 拿了冠军 得到世界术的祝福 记忆融合功能一开启 多少个准神技都好说 时宇觉得 神话级应该也是分级的 就像霸主种族一样 两个超阶技能是低等霸主 三个是中等霸主 那么神话种族中 理论上也应该如此 一个神技是低等神话种族 两个是中等神话种族 那么 时宇自然也要把十一 他们的种族等级 通过技能数量 堆到高等神话种族以上 记忆融合是关键 一周后 平成传说遗迹空间 时宇站立于地面上 望着对面的十一 微微沉默 对面 是一尊高达十米的巨大石铁兽 和一般石铁兽 一般无二 但是 时宇明白 这并不是十一句话到这个大小那么简单 身体掌控天赋诸 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有价值 原本时宇以为 十一要等途腾级后 才能逐渐优化种族 适应神话种族 但是没想到 借助身体掌控天赋诸 他们只是 用了一周时间 就把神话形态彻底稳定了 此时的十一 即使是进入神话常态后 力量也完全内敛 和一般的熊猫 一般无二 丝毫让人看不出强弱 那个浑身混沌雷海营绕的形态 完全得到了控制 甚至此时 十一还可以控制自己身上 营绕的是白色雷电 还是黑色雷电 对于力量的掌控 比刚进化石墙太多了 哦 其中 十一手中的阴阳末盘 更是在没有石瑜协助的情况下 就自己用了出来 凝聚在了手中 整个传说一技 再次嗡嗡嗡震动了起来 不过从威力来看 比起石瑜辅助时 弱了不少 这一次 一技并没有产生崩溃的风险 哦 句话十一一脸 振奋地看着石瑜 他 是不是无敌了 十一一直在纠结 准神技 如果需要石瑜辅助 对内大赛不能用怎么办 但是现在 他感觉 未来数个版本 可能都是自己的天下了 现在的问题是 我 还算人吗 石瑜挠着头 石瑜彻底掌控 低等神话种族这具身体后 石瑜可以明显感知到 自己再次得到了身心上的反馈 他沉默了一下 发动心灵感应天赋 不 如今石瑜 已经给二次开发的 心灵感应天赋技巧 又起了一个名字 心灵领域 此时 石瑜手中的阴阳末盘已经散去 但是石瑜的双瞳 依然变成了黑白二色 随着一股规则之音震荡 石瑜自己 就具现了一个笼罩庞大区域的太极领域 黑白二色的世界上 大地 天空时都一副阴阳太极图 其中 太极图疯狂旋转 其中图案中的黑白阴阳鱼 甚至都具现化游动了起来 玄绕在了石瑜身边 哦 这一刻 石瑜感觉 自己体内的光暗阴阳之力 得到了史诗级的强化 石瑜双手挥动 阴阳鱼也仿佛在海水中一般跟随游动 让石瑜感觉格外有趣 刚想去摸一下阴阳鱼 咔嚓一声 太极领域犹如镜面般破碎 对面 石瑜一脸苍白 他瞄得 自己的心灵感应能力 是不是也升级成准神技了 怎么也带规则之音 心灵领域 太极领域 可以产生对应规则 强化石瑜的准神技 乃至 什么都不做 太极领域都可以压制领域内的一切力量 这个变化 让石瑜有点微妙的蛋疼感 感觉 又是神话资源 不死果实在作怪 不管了 石瑜无视起这些变化 继续修炼 直至 时间来到了即将出发荣光的半个月后 七国联盟的目光 都望向了伊纳泰拉 第417章 机械传说苏醒 平成 传说遗迹 一处洁白的研究所 被包裹在一片星空之中 近期 领在努力研究着星空之力 星空之力 是一门浩瀚的学问 基本上 人们把蓝星本土外的力量体系 称之为星空之力 包括太阳力量 月光力量 都是星空之力 所以 整个蓝星的力量体系 相比星空之力 肯定犹如沧海一粟了 因此研究起来 也格外困难 不过 无论是孵化星空虫兽弹 还是虫虫进化 似乎都离不开星空之力 石瑜它们 也只能花费精力 开设新的项目了 为此 石瑜甚至还把四项星阵 交给了虫虫它们 不放过一点 研究星空之力的渠道 一番研究下来 石瑜它们最大的收获 就是在亭香召唤的 紫色溢水团作用逐渐明朗 这东西 竟然是个可成长资源 它可以吞噬其他 蕴含星空之力的溢水 然后自行成长 成长上限是传说级 但前提是 吞噬足够多的星空溢水 而这之后 使用这个紫色溢水团 就能获得更多的效果了 比如 它吞噬了强化水系 光系力量的溢水 那么使用它后 它的作用也是强化水系 光系力量 是一个能把溢水资源效果 融合放大的一件资源 同时 使用后 使用者和星空之力 也会更为亲和 幸运的是 使与它们获得的 这团星空溢水 降临之前 就已经吞噬足够多的 星空溢水了 距离自身上限传说集 已经不远 要不然 当时它的异象 也不可能那么明显 但是 虽然弄清楚了 这个紫色溢水团 是什么东西 但是 它是不是 星空宠寿但需求的 营养物质 使与它们 还是不得而知 即使是岭 也还没研究出来什么 恐怕得去荣光看一看 最后的星光力量 才能确定 但这些都无所谓了 使与不打算 把这个紫色溢水 给星空宠寿淡了 爱不会消失 但会转移 就算真的是 星空宠寿淡需求的营养 那也得蒋先来后道 它打算把这个紫色溢水团 给虫虫使用 很久之前 为了帮助安长的龙里进化 参宝宝和虫虫 就共同秘制过一个化龙果 当然 虽然和龙宫 成化龙果同名 但这个肯定不是传说资源 眼下 时与手上 是真的有传说资源化龙果了 魏龙 木双系进化资源 代表生命力 所以 时与就在想 能不能以星空溢水 化龙果 作为进化资源 共同辅助重重进化 其中 传说集星空溢水 负责增强重重的 星空清和度 它内部森罗万象的性质 也能增强重重的 空想之力 再加上自己精神灵魂 心灵深处 潜藏的青龙异象 可以尝试一下 这些天 速速的任务 就是不断召唤溢水 帮助星空溢水 完成最后的升级 领的任务 就是不断分析研究 最终 领得出了一个结论 可以让重重 在世界赛前突破 进化 是它结合 时宇的体质 等级现状 以及重重 参宝宝的等级现状 得出的结论 世界赛前 可以尝试突破第二只霸主 月集契约两只霸主 经过它严密的计算 考虑了各种情况 重重进化后 空间属性的反馈100% 可以让时宇承受 契约两只霸主的代价 就算不能突破七级 得到强化后的预售空间 也不至于 有崩塌的风险 同时 精神力的反馈 也可以让时宇 更好的抵抗消耗 当然 也只能是重重突破 如果是参宝宝突破 只有生命力 恢复力反馈的情况下 时宇虽然也能 更好地承受月集契约 但是预售空间 绝对承受不住的 所以 领的建议是 让重重进化加突破 然后在最后一段时间 在加点方面 主要提升 参宝宝的植物掌控 来提升它的滋补效果 因此 最后半个月 时宇他们就是 围绕重重的进化来研究的 既然领都受了没问题 时宇自然也愿意 在世界赛前多一个霸主 图腾国的六级预售师 月集契约一个霸主 就已经非常了不起 他这里倒好 要以六级预售师身份 月集契约两只霸主 简直比图腾国 还包销预售师 为了更稳 更有把握的胜利 时宇也就忍了 什么叫人形凶兽啊 不过最终的问题是 没有合适的突破环境 领认为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去星空中进化 配合重重的空想之力 可以保证 最大程度进化后 契合青龙形态 进化的环境 也是进化资源 去星空中进化 领导师会难为时宇 就算他们现在实力不俗 可是也没有突破 蓝星的本事 不过时宇自己没有 东皇有啊 时宇很快就想到了 东皇的飞船 火箭 早在几十年前 东皇就已经探月成功了 获得了抵达星空的能力 甚至 还在月球上建立了基地 后续 更是陆陆续续探索了数次 只不过 由于每次探索星空花费巨大 相当于烧掉数件传说资源 在星空中没有得到 足够正面收获反馈后 各个国家也基本就不去探索了 星空中 除了各种星空之力 比蓝星浓郁无数倍 也没什么稀奇的了 但恰好 时宇需要的 正是星空之力环境 自己最好去星空 帮助重重进化 而东皇 有前往星空的能力 想到这里 时宇又想起来了林会长 在会议上说的话 协会将辅助世界赛选手 进行最后的冲刺 任何条件随便提 只要足够合理 哪怕再拿出传说资源 也无所谓 既然如此 时宇也就没客气 领得出结论后 为了不耽误时间 他立刻私聊了林会长 表示希望自己在世界赛开始前 能在东皇的协助下 登上星空 帮助空想制叠画龙 而这样做的意义 则自然是为了世界赛夺冠 那场会议过后 林会长的的确确 也收到了许多人的请求 比如周明希望 国家能给次机会 可怜可怜他 给件传说资源 看在他是传奇级的面子上 比如高宣希望 最后一段时间 能有顶级机械智能 全力辅助自己 改造宠兽 这些提议 林会长都会考虑实际情况 和理性进行答复 不过 其中唯独 时宇的要求最离谱 想去星空环境 帮助自己的空想制叠进化 越级突破霸主 而之所以这样做的意义 是希望借助空想制叠 突破进化后的力量 带动自己突破 或者增加一个霸主战力 来更稳获得世界赛冠军 林会长第一个念头 就是时宇疯了 他知道时宇很强 甚至参宝帮那套组合剂 重创普通图腾 灭掉无敌霸主 也可以做到 但一段时间内 只有一次啊 世界赛的敌人 可不止一个 他也知道 时宇的正常战力不弱 正普通霸主 应该是轻轻松松的 实力比周明等传奇还强许多 但问题是 这依然不够 然而 时宇却是斩钉截铁 称没有问题 表示可以让林会长来 亲自检验下他的实力 大家来PK一下 林会长沉默 没有应战 他才没有闲功夫 去跟时宇PK 而且 这件事 他也做不了主 不是他能决定的 前往星空 级别和使用神进行 竞技武器差不多 被那一位点头 这件事上 即使是他 也没有办法帮助时宇 可能的唤醒机械传说 只有这位 才能保证100%安全的情况下 辅助时宇抵达星空 因此 林会长的答复是 他会唤醒机械传说 之后的事情 就交由机械传说神愿定夺 机械传说在世界术苏醒时候 就也苏醒过了一回 世界赛开启时 更是会苏醒降临伊纳泰拉 所以此次苏醒 倒不全是为了时宇 总之 如果有机械传说的帮助 时宇便可以抵达星空 但如果没有 就难了 时宇这一等 等了好长时间 乃至即将出发荣光 林会长那边还没消息 让时宇以为凉凉了 生怕剩下的时间不太够了 直至出发荣光的前一天 时宇 神愿前辈已经苏醒了 他老人家苏醒 花费了一点时间 接下来 你来帝都吧 之后他老人家 也会和我们一同前往荣光 和伊纳泰拉 你的事情 他要当面和你谈谈 等待许久的时宇 终于接到了林会长的通讯 好 平成 时宇深呼吸了一口气 有点怂 这位机械传说 他其实是不想见的 主要是曾经和海龙王 讨论机械传说时候 海龙王说了不少 机械传说的坏话 在海龙王的描述中 神愿是一位脾气很差 很不讲道理的老头 机械传说 是现代东皇国的开创者 他是一个十足的鹰派 在图腾战结束 东皇休养生息过来后 一直想扩张东皇领土 再次发动战争 评价和历史上的五帝一样 想把东方大帝的图腾国 彻底灭掉 不过就在这时 东皇出现了一位歌派传说 主张采取柔性温和的态度 及手段 处理外交 军事等问题 这个人就是进化传说凌峰 当时的东皇 两位传说及预售师 外加盟有龙功成 可以说是鼎盛到了极致 但据说 神愿想开战 凌峰不想开战 所以两人之间 产生了冲突 甚至之间还大战了一场 虽然不至于下狠手 但矛盾显然已经起来了 战斗结果 谁也不知道 但最后 是以东皇继续和平发展为结局 紧接着 就是凌峰失踪 神愿化身机械陷入沉睡 守护东皇 针对这两位传说吧 石鱼也不好评价 觉得双方都有道理 神愿传说想彻底清除威胁 没什么问题 但就是 绝对不可能清除彻底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 七国之间都能内乱 东皇内部都能内乱 永远不可能 清除的玩不稳定因素 而凌峰传说这边 石鱼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分析 凌峰不想开战 倒不是因为爱好和平 多半是因为他在七国 他在许多图腾国 都有红颜知己 开战会很难收场 石鱼之所以不想见神愿传说 倒不是因为 他也和凌峰一样 在各个地方都留下了风流债 只是 他懒 他很怕神愿传说拉着他 给他下达什么之后 去统一世界的任务 但是现在 无所谓了 为了去星空 不得不拜托下机械传说了 只要能帮上自己 就是好人 何况 和凌峰一战后 说不定机械传说一些想法 也得到了改变 帝都 机械传说神愿苏醒过来后 把意识转移到了机械之上 林肖会长望着眼前的机械传说 一阵无言 这是一个球形的银色机械生命体 有金属四肢 红色独眼 飞行在天空 大小的话 足球大小 很萌 像是机械店的儿童遥控玩具 神愿前辈 您这个造型 银色机器人的红色独眼 看了一眼灵霄 道 可以容纳 我意识的机械材料短缺 制造这样的身躯 已经很不易了 原来如此 对了 神愿前辈 我之前传说给您的事情 您怎么看 早在数天前 林会长就把石鱼 想要前往星空进化重授的事情 传说给了半沉睡中的机械传说 只不过 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直至现在 神愿终于苏醒 林会长再次问起 研究出了机械换兽的 那个年轻人吗 银色机器人红色独眼闪烁 道 现任东皇传奇之下第一人 石铁兽拥有五帝传承 空想之蝶 掌握创造类规则雏形 拥有顶级时间类技能的参宝宝 得到古代大将英灵认可 契约有沧海精灵转身体 自身更是吃下神话不死果实 看来这一代 东皇又出现了一位 天资卓越的御寿师 而且是有传说之之的御寿师 是啊 林会长点头 神愿传说道 可惜成长时间太短了 不到三年时间 就能成长到如此地步 他身上肯定有着巨大机缘 或许不亚于龙帝的神话一技认主 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 这次世界赛东皇获胜的希望 或许能更大 他是说 希望东皇协助他前往星空进化宠兽 来增加夺得世界赛冠军的成功率 林会长点头 他是这么说的 神愿道 看来这个年轻人 对于自己的实力倒是很有信心 和当年的林峰一模一样 你觉得他的实力 现在到了哪一步 林会长道 那只餐宝宝 掌握时间果实 复活与自爆的组合剂 拥有过借助传说资源力量 灭杀封印千年的 虚弱图腾的战绩 从威力评估来看 灭杀正常的图腾有些困难 但是图腾之下 没有任何生命可以接下 即使是那些在霸主领域 纵横无敌手的生命 也会瞬间被摧毁 但这一招 一段时间内 他只能使用一次 只能作为底牌 却不能成为主要攻击手段 除此之外 他们曾经守护神鹰交流过 他们有全员 与三尊霸主战斗过的战绩 三尊霸主 分别是两尊普通霸主 一尊顶级霸主 他们当时战斗得比较勉强 不过现在几个月过去了 他们的实力 应该已经得到了很大提升 石羽手中有许多传说资源 实力进展不会慢 不过 既然他想让空想之谍越级突破 目前队内应该还没有霸主级 不出意外的话 石羽现在的实力 应该接近神灵 或者和神灵相差不大 比叶星差点 同时应对三尊顶级霸主 应该没有问题 再加上他有 自爆灭杀无敌霸主的战术 产生自己七月霸主后 也可以竞争冠军位置的想法 很正常 即使是我 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如果越级七月霸主 及空想之谍 就算不突破到七级 石里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惜了 目前东皇根本找不到 帮助预售师 突破传奇的高级空间修炼资源 不然 直接给他资源就行了 这类资源 向来是短缺资源 不然 各国天才也不至于 跑去世界赛找机遇了 神渊传说道 六级玉兽师 全渊君王 却可以同时应对三尊顶级霸主 甚至灭杀无敌霸主吗 还真是可怕 不过这一届的世界赛 与以往不同 是 这一届世界赛 必然会有图腾级宠兽 说不定还不止一只 如果是兽类宠兽还好 但如果是元素类 死灵类 乃至空间系宠兽 即使是石宇的自爆战术 也很难抗衡 所以正常情况下 冠军位置 也只能期待七代夜星那边了 他的王牌前后 使用了三件传说资源强化 已经达到无敌霸主层次 具备了图腾底蕴 配合其他宠兽和玉兽天赋 已经初步具备了封号传奇实力 如果不是为了世界传奇封号 他甚至早在几个月前 就想挑战国内的其他封号了 备战世界赛这一年来 不仅是石宇在疯狂提升实力 这些原本就强大无比的天才二代们 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 疯狂提升实力 等一等这个石宇吧 如果他的实力能让我满意 我可以带他去一趟星空 神渊传说道 谁又能阻挡一个年轻人追逐冠军梦呢 何况 他提供的神话时代情报 说不定能为东皇收获一件神话资源 灵慧长道 是啊 石宇抵达了帝都后 来到了和灵慧长的约定地点 这里位于郊区 是神渊传说的家乡 此时 难得苏醒 并且把意识短暂转移到机器上活动 神渊选择了到处看看 小灵 你的实力 和之前比起来 可是一点也没有进步 陪同在神渊传说旁边 灵慧这个东皇会长 变得没有一点排面 一直被神渊数落着 想靠你成为东皇的新传说 看来有点困难了 比起林峰来 你这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灵慧不断苦笑 道 神渊前辈 我天赋有限 用了那么多资源 还只是八级预售师 看不到突破的希望 是我不争气了 唉 神渊传说长叹一口气 不过 灵慧有着一堆图腾级生命相助 虽然不是传说 但也不是其他封号传奇能比的 当时 他和灵风一战 双方各退一步 他选择了放弃开战 而灵风愿意全力培养 净化一对图腾级二对宠兽 来成为东皇守护神 换来东皇千百年和平发展 而之后 灵风的天赋最好的后人灵霄 继承了这些图腾的指挥权 也因此 灵霄会长创建东皇十三局时候 最先想到的第一局 就是图腾PY局 不知道东皇下一个传说会是谁 希望不要 暂时在乱世中诞生 神渊传说也清楚 传说不是那么好成的 如果说 传奇还能靠祖辈的恩泽成为 那么传说 即使是传说之子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从目前来看 时余可能性最高 不过他的玉兽天赋 无法加成战力 只靠他借助天赋诸开发的念力 就算成为传说 也很难像历代传说那样 匹敌半神 同时 夜星 神灵他们 也还差了一些 比时余可能性更小 不过 如果他们在世界赛中有所机遇 那就不一定了 说到底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好了 他来了 山间 飞在半空中的神渊传说 看向了天空 灵会长的目光 也随之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蓝色休闲服的青年 正在念力的包裹下 自己飞行在天空 向着他们这边飞来 灵会长 石宇找到人后 缓缓降下 然后道 找得我好辛苦啊 呃 这 他看向了银色机器人 名称 属性 机械 能量值 图腾极小机器人 石宇一愣 灵会长立刻说道 石宇 这位是神渊前辈 他意识暂且附在了这个机器人上面 神渊传说 石宇一惊 看着这个圆形的银色独眼机器人 颇为震惊 什么品味啊 神渊前辈 石宇立刻乖乖问好 嗯 小机器人神渊传说 观察着石宇 石宇 我知道你 你研发的机械幻兽体系 掀开了机械系的新篇章 很难想象 你是一个考古学家 接触机械系 更是没有多久 石宇笑道 多亏了宠兽们 使他们的力量互相组合 机缘巧合之下 塑造了这样的奇迹 你想去星空 想去星空帮助机械幻兽体系中 起到关键作用的空想之叠进化和突破 是 石宇点头 为什么一定要去星空 石宇道 因为它的技能空想之龙 是一个化龙进化剂 可以自行决定进化方向 我们又在龙宫城 获得了传说资源 清空神仓龙龙珠 该龙珠的主人 是朝着青龙为母版 进行进化的龙宫城半神 所以我们 也决定朝着青龙为母版进化 青龙为天之四灵 是星宿神灵 所以在星空中的进化效果 会比蓝星上更好 除了清空神仓龙龙珠 我们还准备了其他进化资源 已经准备完全 清空神仓龙龙珠 林会长也并不知道 石宇从龙妈手上 获得了这个资源 虽然不知道 石宇准备了什么其他资源 但是有这个龙珠在 的确朝着青龙为母版进化 可以资源价值最大化 重化蝶 蝶化龙吗 神员传说道 青龙进化路线 是古往近来任何预售师 都没能完成的一条路 哪怕是传说预售师们 龙宫城中也有不少龙神尝试过 但都失败了 你知道朝着青龙为母版进化 什么标志着成功吗 石宇道 信仰记 所有因为信仰而诞生的生命 都掌握信仰记 比如沧海精灵 他的沧海契约 其实就是信仰记 他的信徒是整片大海 所以 他能借助整片大海的力量 如果沧海契约等级足够高 他甚至还能通过信仰之力 借助海洋中 其他信仰他的生灵的力量 朝着青龙进化的龙族们 其实就是想白嫖青龙图腾的信仰之力 修成信仰记 然而可惜 没一个成功 如果没有信仰记 朝着这个方向进行 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青空神苍龙也失败了 历史上的御寿师都失败了 这是一条极难达成的道路 你确定还要尝试吗 神渊传说问 石宇点头 确信道 我还是想试试 如果只有龙珠 化龙果 星空溢水 星空环境 石宇也没有多大把握 但是 它的灵魂深处 烙印着前世带来的青龙壁画异象 这个才是石宇最大的期待 要知道 前一个阴阳于异象 已经帮助石宇掌握了准神技 进化为了神化种族 那么 这个青龙异象 帮助重重走出不一样的路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何况 就算失败了 有空想完美之龙作为备胎 实力也不会弱就是了 顶多就是没有了信仰记 大不了等下一段进化 果然如此 神渊传说就知道 石宇会这样回答 不过也无所谓了 你便这么自信 他进化后 可以帮你夺得世界赛冠军吗 神渊传说问 要知道 月集契约的 可不止你一个 到时候 月集契约图腾的预售师 都可能不止一个 石宇一正 道 您理解错了 我想让空想制叠进化 只是为了增加夺冠的成功率 即使是现在 即使他没能进化 我的目标也是夺冠 如果他能进化 那么我夺冠的几率 将在99%以上 神渊传说 林肖会长 听到石宇的话 都是一正 一把年纪的他们 的确跟不上 年轻人的思路了 是该说 石宇自信好 还是膨胀好呢 明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世界赛 甚至可能会有 图腾级战力 结果 石宇依然有信心 很强的信心 但是 你现在应该 才是六级御寿师吧 你有什么把握 在一群传奇天才之中 撕尸而出 哪怕你的宠兽种族 再优越 可是 其他的半神势力 也不是省油的灯 证明给我看看 只要让我看到 你信心来源于何处 我就可以竭尽所能帮你 石宇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道 好 神渊前辈 林肖长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召唤宠兽了 说完 他周围紫色念力波动营绕 一个紫色召唤图阵 立刻形成 一个黑白二色的 一米多高的石铁兽 又在身影 慢慢浮现 看到石宇最先召唤出的是 自己的初始宠兽 神渊传说和林肖长 都没有什么意外 只不过很快 他们表情一愣 因为 这只石铁兽身上的气息 分明是霸主级 神渊前辈 林肖长 我现在就已经 月级契约了一只霸主 让石铁兽进行了突破 我的信心 就是来源于如此 而空想之谍 是我打算 第二只月级契约的宠兽 此时 神渊传说和林肖长 根本没空关心 石宇说的话 都被眼前的数据震住 名称 石铁兽 能量值 无法检测 能量值 庞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受限于设备和科技水平 七国内最顶级的检测器 也只能最高检测 999999的能量值 能量值超过一亿 就会无法检测 即使是机械传说 和林肖长佩戴的检测设备 也是一样 此时 他们看到这只石铁兽的能量级别 直接心神一阵 无法理解 能量值超过一亿的石铁兽 图腾集 一亿 已经到了图腾集门槛了 当然 能量值一亿的图腾 可能比能量值一百亿的图腾 还难找 让一条青年虫 吃下不死果食然后立刻自杀 刚刚诞生时 倒是可能只有这点能量值 不然 基本没有图腾卡在这个水平 不管怎么说 石铁兽的能量值 绝对超过一亿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石铁才是六级御兽师 怎么可能契约图腾 霸主 能量值达成图腾门槛的无敌霸主 可是 两位大老耳边 回想起刚才石铁说的话 已经月级契约了一只霸主 让石铁兽进行了突破 真是霸主 但是怎么可能数据这么高 以石铁的经历来看 这只宠兽突破的时间 绝对不会太久 机械传说的红色独眼中 充斥着不可思议的目光 道 他这是什么情况 你已经月级契约了一只霸主 还想月级契约第二只 石铁道 是 石铁 音音音 一般一般 正因为他 我才有信心 去和那些传奇异争高下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强 可能是因为 资源吃的有点多吧 石铁笑着挠了挠头 道 林会长 我让石铁把十一块云岸碎片 还有从协会申请来的两块 传说资源极光瓷金 全部吃了 然后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神员传说和林会长颇为沉默 至于为什么已经月级契约了一只霸主 还想契约第二只 那是因为 他突破 进化后 给我带来的体制反馈 还是非常强的 进化 林会长道 他已经进化为历史上五帝的王牌 魔神石铁兽了吗 石铁摇头 道 不 我们在五帝的石铁兽基础上 研发了新的进化路线 通过极光瓷金和云岸碎片 完成了光暗进化 除了领悟了魔神之躯再完全适应了新形态后 更是把白雷技能转化为了种族技能 除此之外 他还觉醒了 让我们征战世界赛的最大底牌 新进化路线 光暗进化 知道五帝石铁兽资料的神员传说和林会长明显一愣 没想到石铁放着五帝王牌这样一个成熟模板 竟然会去研发新的进化路线 而且 我 规则之音弥漫 无形的气场 笼罩了群山 哦 此时 随着石铁伸出手掌 黑白双色 萦绕雷电的金属末盘形成 周围的空间 瞬间震荡起来 对面 机械传说和林会长 都是瞳孔一缩 此时此刻 林会长预售空间中的树枝宠兽 甚至都同一时间惊醒 露出震撼的表情 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威胁 仿佛 神灵降临了 这 化为原型机械人的机械传说 红色独眼震撼无比 难以置信地 看着石铁手中的阴阳末盘 同样感受到了一股 来源于规则的压制 两位大佬 都无法理解地 看着石铁身前的石铁兽 神话种族 准神技 石铁新研发的进化路线 将宠兽进化为了神话种族 此刻 认识进化传说凌峰的神源 凌峰的后人凌会长 看到达成了凌峰 都没有达成的事情的石铁 一时间 震惊无比 无敌霸主的实力 外加准神技 神源前辈 凌会长 你们觉得 这个实力 有把握去角逐世界赛冠军了吗 如果不够也不要紧 石铁道 继续召唤出来了李 紫色的图阵下 风之波动营绕 灵以风麒麟的形态 出现在了外界 他是目前 唯一不受十一的准神技压制的宠兽 虽然他等级不如十一 但好歹 也是神话种族 风麒麟幻兽 此时 看到领 神源传说和林会长 再次表现一遍 能量值 2116万 但 翁 规则之音 再次弥漫 一股气韵之风 营绕在了领身上 自从神话复苏点到完美级后 领就可以初步操控风之祝福了 可以自行缠绕到自己身上 让效果更好 只不过 目前还无法祝福别人 只能通过合体 来让别人蹭气韵 毫无疑问 此时 主动进化神话状态 使用准神技的领 也是神话种族 也触动了规则之音 哄 两股规则之音相互碰撞 周围的空间瞬间撕裂开来 随着一阵巨响 天空猛然暗了下来 宛若世界末世 惊人的雷霆在天空咆哮 通过风奇灵化时 复苏成机械换售的灵 在后续升级下 也成功进化为了神话种族 虽然它现在只是君王级 但是神话状态下 借助准神技 战胜顶级霸主 也不是做不到准神技风之祝福 更是气韵之祭 在世界赛上 说不定能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 所以如果 空想之蝶还能再进化突破 我想 世界赛 无论对手是谁 应该也拦不住我们 此时此刻 神渊传说 感觉自己还没睡醒 还在沉睡中 两尊神话种族 开什么玩笑 难道 真的是神话时代 要重新降临了吗 不然 神话种族 怎么和烂大街的一样 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他老人家看向了灵会长 这就是你说的 可能不逊色神灵 赵叶星还差点 星空 去踏阿的 有什么不能去的 灵会长 阿八阿八 第418章 乱沙世界赛的最强底蕴 两个拥有准神技的宠兽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 只要把他们的成长等级提升到图腾级 再加上准神技 必然等于半神战力 正常来说 传说级御寿师 就能契约图腾级宠兽了 但是 即使是传说 契约的图腾 也不会是位于蓝星生命顶点的图腾半神 基本上是普通图腾 顶级图腾 最多就是靠着御寿天赋的加持 靠着多个宠兽的数量优势 获得媲美半神的实力 受限制于资源 天赋 寿命 人类御寿师想 亲手培育出来 半神战力太难了 然而 石宇这里 直接有了三尊半神基础 神源传说和灵会长 怎么可能不震惊 沧海精灵也就罢了 这是半神转生 认可了石宇 那是石宇运气好 可 石宇的石铁兽 不是在饲养基地贷款买的吗 石宇的机械换售 不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这也能修成准神技 关键他们的年龄 都还不到五岁吧 一时间 哪怕是见多识广 甚至靠着禁忌武器 灭掉过一尊半神的神源传说 也都被石宇的豪华阵容惊呆 正因为 灭掉过威胁东皇的半神生命 所以他才明白 半神战里 有多难得 有多恐怖 想杀掉 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 这一刻 神源传说和灵会长 想起来了刚才的聊天内容 即使是石宇跨入传说 因为玉兽天赋的原因 也很难像其他传说一样 抗衡半神 现在 他们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就算不算沧海精灵 这个不稳定因素 石宇这也是拥有了 两个必成半神的宠兽啊 什么 担心石宇到不了九级 担心宠兽们到不了图腾级 无意义的担心 这一刻 即使是神源传说 看到石宇这两只宠兽 都认为 石宇极大可能获得世界赛冠军 被世界术祝福后 他就算不像凌风传说那样 升级迅猛 但在神话种族宠兽的成长 带动下 传说也绝对不是问题 宠兽的成长 就更不用担心了 为了半神 东皇哪怕清净国力 也会投入资源 活着的半神 是比神经型禁忌武器 还更有威胁的存在 两个准神技 两个准神技 神源传说沉默片刻 还是忍不住问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单靠净化资源那么简单吧 实于口头上说的简单 但是神源清楚 真相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不可能单靠资源 就堆出了准神技 不然 历史上哪个传说 不是精彩绝艳之辈 哪个传说 接触不到传说类资源 乃至神话类资源 甚至 有传说大佬用神话资源 给宠兽进化 也不是没有过 但即使如此 也都没出现过准神技 不想说也没关系 神源传说道 十亿能修成准神技 进化为神话种族 比起进化材料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因为 我通过天赋珠 二次开发了心灵感应天赋 然后 通过心灵领域这个新技巧 辅助他掌握的准神技 不过 我感觉这条路 其他人很难复制 因为就算同样有天赋珠 天赋也不可能和我一样 我因为吃了不死果实 所体制天赋 变得有些特殊 这是我深入开发天赋的主要原因 十亿说出了部分真相 当然 别人无法复制的最大原因 还是别人不是穿越者 除了不死果实 心灵感应 前世带来的力量 也很重要 前世十亿探索的遗迹 没有一千也有几百个了 其中 穿越后 经过记忆水滴的回忆 有两个遗迹 给十亿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一个是有着太极阴阳于壁画的遗迹 一个是有着青龙图壁画的遗迹 这两个遗迹 并不是简单的普通遗迹 而是蕴含超凡规则的遗迹 当时时宇没有注意 但是现在回忆起来 他看到的超凡神韵 分明烙印在了自己内心 并且 这些超凡神意 是能加持在宠兽身上的 时宇觉得可惜了 要是当时多接触点蕴含神韵的遗迹就好了 比如再来个朱雀神韵什么的 目前心灵中的太极图 青龙图也只够十一和重重接触 太少了 根本不够宠兽们分 其他宠兽想享受到同样的待遇 恐怕得等他后续研究研究了 比如 让赤童和素素合体状态下 也享受下太极阴阳之力的加成 毕竟 他们也是一阴一阳 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遗迹 能不能出现类似情况 不然 他还真想回地球一趟 花上几天 把地球遗迹翻个遍 神缘传说和林慧长微微一愣 通过天赋诛 二次开发了心灵感应天赋 你 成功了 时宇获得图腾时代人族传说 月女天赋诛 掠夺了白川传奇的玉兽天赋的事情 自然是上报了 时宇当时的想法 就是通过天赋诛 想尝试深度开发心灵感应天赋 但是 最终时宇只研究出来了 精神念力这一技巧 倒也不能说是差 对于玉兽师而言 掌握一门超凡之力 也是非常难得的 林慧长本以为 时宇就算能把心灵感应天赋 二次开发也得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就算开发成功 在战斗力方面 也最多跟其他战斗天赋一样 如火系强化天赋 水系强化天赋一样 对宠兽进行正常的加成 可谁能想到 到了时宇嘴中 开发成功的心灵感应天赋 竟然变成了辅助宠兽 掌握准神技的关键 一瞬间 林肖会长眼红了 羡慕起来了 心灵感应天赋 更是觉得 不死果实有时宇吃下 真是太对了 不死果实 改造身体天赋 掌控天赋株 开发天赋 石宇完全是把自己的 收获的资源价值 挖掘到了最大 可以让我看一看吗 神员会长妈了 发现从林会长那里 了解到的石宇信息 严重落后 也对 像石宇这样的天才 无时无刻都在进步 石宇成长至今 也没花费多少时间 像石客同步情报 的确不太可能 嗯 石宇点了点头 此时 石宇已经撤掉阴阳末盘 打着哈欠 雷雷 灵也撤掉了风之祝福 恢复成魔方 半合着眼 雷雷 而他们忠心 随着石宇点了点头 他开始给神渊传说 林会长展示起来了 自己的心灵领域 哄 随着石宇激活心灵领域 轰然间 他周身的空气 开始嗡嗡嗡地震荡起来 近乎实质化的心灵波动 在他身边形成黑白二色的波纹 浑身被黑白色能量波动 包裹的情况下 石宇的眼瞳图案 也快速地改变着 直接变成了旋转的太极图 浩瀚深邃的力量 从石宇身上绽放 一时间再次让神渊传说 和林会长感受到了强烈的压制 嗡 规则之音弥漫 让两人张大嘴巴 等下 这不是神迹雏形 才能触动的规则之音吗 你一个人类怎么 石宇的心灵之同旋转下 一股强烈的波动 从他身上绽放 以他为中心 快速形成一个笼罩天地的领域 一瞬间 一个巨大无匹的旋转太极图 出现在了天空和大地 整个世界变成了黑白二色 天边 更是有一轮 和石宇眼睛花纹一模一样的星体 在这个领域中 取代了太阳 月亮 那一样 是一个黑白二色的类圆形星体 它就好像是 石与心灵之同的巨线 悬挂在领域天边 注视着一切 它的注视下 天空与地面旋转的太极图中 越来越模糊 图案仿佛化为了两条阴阳鱼 在动态中浮现 缓慢游动 缠绕在石宇身边 这一刻 石宇的一举一动 仿佛也能触动规则 这是什么 神渊传说和灵会长 完全傻眼了 你管这叫心灵感应天赋 啊 石宇吃下不死果实死后 转生后 不算是人类 算是死灵类超凡生命 他们能接受 可是 石宇现在不是还活着吗 怎么一副未成神的样子 神渊传说 灵会长 无疑是位于蓝星顶点的人物 但是 他们也从没见过 如此离谱的玉兽天赋 这股规则之力的等级 是我见过的 目前最高的存在 不过 最让神渊传说震撼的是 石宇他们的力量 还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规则之力 规则之力 也是分等级的 而毫无疑问 石宇和石宇所携带的规则之力 是最强的一类 混沌生无极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这是万物从无到有的衍生过程 他们身上的力量 已经极为追溯规则本源 哪怕现在只是出窥门禁 等级也是无比的高 目前 由于石宇他们研究的不深 也只能知道 太极领域最基础的规则 太极图又称天地自然之图 所以和静魔领域类似 能压制一切自然力量 包括空间力量 不过却比重重的完美 及静魔领域效果更完美 除了能压制 在该领域内 时宜调动自然之力的效果 也会更好 阴阳末盘之力会得到强化 做到了真正的领域之内 唯我独尊 甚至石宇怀疑 自己开启天赋后 自己本人都能去徒手 PK较若霸主了 自然之力一压制 以他的体魄 精神 嗨嗨 人形霸主 呼 石宇展现完 虚弱的散去领域 在神员传说和灵会长 匪夷所思的目光下道 一开始 石宇的准神技 只有在这个心灵领域的辅助下 才能完成 不过随着用天赋诸深度开发 现在他和我 都能独立完成该技能了 只不过 二者合一 才是最强的状态 我开启天赋后 他使用准神技 威力还会倍增 当然 理论上组合神技 很久才能使用一次 消耗极大 消耗的心力 很难靠外物滋补 那个状态 算是两个准神技 形成的组合神技吧 两个准神技 形成的组合技 石宇说完 神员传说和灵会长 更呆滞了 当个人吧 所谓图腾半神 拥有一个准神技 就能屹立于生命顶点了 而拥有两个 能互相组合的准神技的 如沧海精灵 那更是半神中的顶点 沧海精灵 毕竟是诞生于 图腾时代之初的 最初海洋图腾 你现在说 你和石铁兽 也完成了两个准神技的 组合神技 原本 神员传说认为 石铁兽拥有一个准神技 其他世界赛选手 就没得完了 结果现在石宇说 他和石铁兽配合 还要再去星空净化空想之谍吗 神员传说道 稳一手 石铁道 不能大意 不能大意 神员传说嘴角抽搐 道 我懂了 我会守护你前往星空 在最后的时间内 帮他完成净化 而你要做的 就是在世界赛中 全力厮杀 碾压一切敌人 获得世界书的祝福 以最短时间内 成就传说 不得不说 石铁 你给了我无与伦比的惊喜 与惊吓 我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到你 这样的御寿师 也幸亏 你生在东皇 灵慧长道 对 那边的遗迹探索任务 你就先别管了 交给陆清一就好 以你现在的实力 完全可以竞争冠军之位 还是专心 角逐冠军比较好 如果硬要说 探索遗迹是不稳定的事情 肯定还是世界书的祝福 对于东皇来说更香 之前是没有办法 但是现在 石铁 靠 你们怎么还横跳起来了 为什么不探索遗迹 他不能全都要吗 一记探索出来的东西 也未必有用 反倒是你现在的资质 一定可以得到世界书的认可 从他那里得到许多重要情报 神员传说道 当初的灵风 就在世界书那里 得到了个很重要的情报 什么 石鱼一愣 道 对了 我不是从风麒麟梦境中 得到了一些神话时代负面的情报吗 推测出 蓝星可能面临什么天外之敌 难道这种事 灵风前辈 没从世界书那里得知吗 世界书作为星球意志分身 不可能不知道这种事 神员传说摇头道 没有 至少灵风没说 乃至后续两个得到世界书 祝福的预售师 也都没得到类似情报 说不定 世界书有其他的想法 又或者 世界书也不清楚 外地什么时候再度入侵蓝星 没必要太早提及 毕竟距离神话时代结束 已经几十亿年过去了 如果世界书在几亿年前 就把这个消息公布 时间地推一下 各大蓝星势力 还会在意吗 别说是无数年后的灾难了 就算是百年后的灾难 又有多少现在的生灵会重视 如果公布 说不定催生出来的 不是反抗派 是心向外敌的种族势力 在力量与利益和死亡威胁面前 守护家园 并不是一件 让所有生命去坚守的事情 不过不可否认 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情报 定可以在考古大会 斩获一件神话资源 神员传说道 那凌峰前辈 从世界术那里得到什么情报 时宇问 神员传说道 他得到的情报 和你得到的情报 其实是有共通性的 你的情报中说 蓝星在修养生息 这一点 凌峰也提及过 世界术告知了他 目前蓝星生命 无法突破到神话级的原因 就是因为蓝星暂未修养生息过来 无法支撑半神级生命 在蓝星上修成完整的神迹 无法支撑传说御兽师 把传说御兽空间 升级至神话御兽空间 并不是因为历史中的这些传说 半神的天赋不够 而是环境不语 如果这些在图腾时代 御兽时代成就传说 半神的强者 来到神话时代 那他们几乎可以稳稳跨入神话领域 话而言之 就是从神话时代结束 蓝星就进入了规则不全的末法时代 但是据世界术说 蓝星已经快要恢复了 甚至已经有的独立神话秘境 具备了突破神话级的条件 正因此 凌峰在成为传说后 才那么积极地探索各种遗迹秘境 力气寻找突破神话的契机 只不过 他这一探索 就不知道跑去了哪里 但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也应该不会那么轻易死去 末法时代 神话契机 时宇微微一正 果然如此 时宇 看来凌霄完全是小看你了 你的天赋和际遇 放眼东方千百万年来 都是数一数二 你完全有能力 成为东皇下一任传说 所以 世界术的冠军 你一定要拿到手 神元传说道 他原本 对于夜星 神灵 能不能获得世界赛冠军 没抱太大把握 除非他们 在世界赛又有机遇 但是时宇横空出世 带给了东皇希望 或许 这一次 东皇可以获得第二次世界冠军 再次重回那个 七国联盟 刚刚建立不久的巅峰时代 即使是神元和林会长 也不得不承认 随着凌峰失踪 随着雪原 神风两国陆续获得世界术的祝福 东皇哪怕有龙宫城这个盟友 也很有可能 不再是那个曾经的第一大国了 但如果时宇 获得了这一届世界赛冠军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会的 时宇点了点头 道 不过神元前辈 我在世界赛展露准神迹 恐怕会被许多图腾势力视为威胁 您过去时候 多带点竞技武器啊 神元传说 这个自然 谁敢打东皇天才的主意 东皇那些压箱底竞技武器 我会全部招呼过去 不过话说回来 除了这只石铁兽 它能掌握准神迹 应该就是 继承了神话化石中的力量吧 神元传说 看向了机械麒麟 不得不承认 时宇这个年轻人 在机械领域成就上 已经完全超越了它 至少 即使是它 也研究不出来 神话种族的机械兽 嗯 时宇点头 神元传说道 风之祝福 气韵之计 这是东皇大兴的祥瑞之征兆 这次苏醒 果然没有错 原本我还在忧虑未来的东皇 但现在看来 可以放心了 除了这两只宠兽 你的其他宠兽 实力此时恐怕也不弱吧 时宇道 嗯 木徽英大将军英灵 已经把古都大学 传说资源古剑的力量 完全消化 掌握了熟练度不低的 王者复苏技能 虽然他才是君王级 但是已经可以操控 霸主及死灵傀儡 目前 他便掌握着 三尊霸主及死灵傀儡 四个死灵合力战的顶级霸 也是轻轻松松 其实时宇还没说全 其实目前赤童最牛的地方 是在于他把完美及死灵复苏 和替死鬼 完善成了组合剂 除了自己制造的两枚替死鬼 他也可以 让自己掌控的死灵傀儡 当作替死鬼 承受伤势损耗了 配合完美及的妖刀诅咒 和万剑皈翼傲义 在附体如今准霸主体制 准霸主精神 霸主及灵魂的时宇 全力爆发下 怕不是能压着顶级霸主打 又一尊无敌霸主战力 参宝宝发挥稳定 他的常态实力就不俗 如今时光印记已经准备好 必要时刻下 自爆重创图腾 也不是没有机会 除此之外 他的时间果实 是能转化潜力的技能 如今石一和领都是神话种族 他们吃掉时间果实 效果会更佳 上限不再是霸主级 可承受范围内 说不定能短暂发挥出图腾级战力 哪怕对手 有越级契约图腾 我们也不拒 林会长咕噜一声 咽了口口水 终于明白几天前 石羽为什么要来腰战自己 验证实力了 这家伙现在的实力 虽然林会长自己也不弱 但如果不算上 林峰先祖留下的那些图腾 他那几只无敌霸主 要是大意 绝对会在石羽手底下吃大亏 还好因为事物繁忙 没有理会石羽 不然 神言传说也颇为沉默 石羽这些宠兽 简直就是极品 动物 植物 机械 死灵 明灵分类杂乱不一 但是 却比那些专精某类的御兽师 组合起战术 还更完美 这就是种族强大的优势 甚至神言传说感觉 石羽去星空进化一趟 完全是多此一举 就目前的阵容来看 虽然只有一个霸主 剩下全是君王 石羽自己更是六级御兽师 但为什么给他一种 世界赛已经可以乱杀 失去打宝宝杯的感觉 还有 沧海精灵转身体 目前也已经通过卡爆的方式 提前获得了部分沧海精灵的传承 种族已经转变为了沧海精灵 拥有了最强半神的基础 学会了沧海契约和近海之灵 目前的他 虽然也是君王级 但是对付个顶级霸主 应该也轻轻松松 如果敌人是那种毒系生命 那么由于属性克制 他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说不定还能更强 我想 既然准神技都用了 到时候直接让他使出 沧海精灵的招牌技能 应该也没什么吧 反正到时候吸引的仇恨 已经够多了 不在乎再多一个 何况 沧海精灵对许多海洋图腾势力 都有恩惠 世界赛公开他的身份 收获来的不一定是敌人 说不定还有龙宫城 这样的图腾盟友 神渊传说 林会长 草 不问不知道 疑问吓一跳 两人瞪大眼睛 越来越觉得 石雨震荣的离谱 什么 沧海精灵也已经接受传承了 而且 接受传承后 还在石雨身边 他们一时间 愣住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只感觉 这次世界赛 要被石雨玩坏了 空想之谍这边 其实战斗力也不弱了 它适合我的念力技巧 搭配最契合的宠兽 在之前 我们就已经战胜了 突破之霸主的空地刺宠 虚空螳螂 它突破后 最弱必然也是顶级霸主实力 如果算上我的精神念力增幅 还会更强 林会长等人沉默 越级契约第二只霸主 有把握吗 机械传说神员只感觉 嗓子干巴巴的 虽然它现在是机械 没有嗓子 有 石雨点头 非常相信林 至今为止 林稳得很 除了研究速度慢点 但还没出错过 他说百分之一百没事 那就是百分之一百没事 那就去准备一下吧 小林 我带着石雨前往星空 你先带着其他人前往荣光 到时候 我会和石雨 从星空中空降荣光去找你们 这一次我全力以赴 我们很快就可以回来 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林肖会长此时 依然是脸庞麻麻的 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咱们这是 要把其他国家 夺得冠军的希望 彻底采烂 六级御寿师 月级契约两只霸主 而且 这两只霸主 恐怕还都不简单 林肖会长不相信 净化出了十一 领得石雨 去净化那只空想之蝶 会净化失败 就算无法成为青龙 但成为完美之龙 应该没什么问题 绝对又是一尊强的离谱的霸主 他仿佛已经看到 图腾国如丧烤比的面庞了 一天后 石雨携带传说资源 清空神苍龙龙珠 画龙果 以及后续在速速 长达半个月的努力打工下 终于成为传说资源的 星空溢水 已经准备出发前往星空 重重的进化 虽然没有十一那样豪华的 出神入化级超阶技能 但是却有三个 传说资源和 星空环境 以及同样的 心灵领域 石雨非常期待 重重的进化 能到达什么地步 他也不要求神话种族 准神技 反正重重的空想之龙 达到出神入化后 还能再进化一次 但给个速速那样的信仰技 来一个青龙信仰技 不过分吧 到时候 世界赛上 众多图腾国乃至七国 看到重重使出 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青龙信仰技后 会不会误认为 他契约了青龙胜兽 乐 第419章 星空中的进化 会长 石雨呢 即将出发荣光这一天 参加考古大会的 东皇考古团 参加世界赛的 东皇序列们 都已经集结完毕 他们的亲友团 如古都大学封校长 宝石猫 霸海船其余之会 也都在同行队伍中 不过 有人见集结的成员中 没有石雨的身影 不由地问道 石雨吗 林会长看向了提问者 道 他有一些事 之后会自己前往荣光 自己去 没问题吗 神灵眉头一皱 还有十天 伊纳泰拉就要开启了 现在不仅是东皇 其他图腾国也都有所动作 正是世界局势最混乱的时候 这个时候 石雨不跟团 反而到处乱跑 怎么也不像是 要他们保护的样子 没问题的 林会长微微一笑 你的那个先祖 可是在亲自给石雨互导 还好神员传说 对安排后代的命运 没什么兴趣 不然 肯定会撮合 你跟石雨 此时 本来打算重点关注夜星 神灵的机械传说 怕不是已经被石雨 吸引了全部注意力 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石雨身上 等石雨和机械传说 从星空中回来 神灵等人估计就知道 石雨的真实实力 有多离谱了 之后的世界赛 怕不是该变成石雨 保护他们了 与此同时 东皇某地 石雨看着眼前巨大的宇宙飞船 名称 能量值 很显然 一尊图腾级的飞船 机械生命 这是一个有着四只机械脚支撑的 巨大的银色圆形飞船 看起来可以容纳不少人 从外貌形态来看 倒是和机械传说 目前的机械身躯很像 进来吧 机械传说神员飞行在半空中 随着它开口 宇宙飞船的门自动打开 他道 这一次 我们要去月球附近最著名的 银环星带 那里是神风雪原 东皇三国公认的太阳系中 星空辐射力量最浓郁 最复杂的地带 目前时间短缺 我们也只能前往这里了 不管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石鱼点着头 随便一个星空环境就可以了 反正去组成青龙图案的那几个星座 以目前东皇机械系的水平 根本做不到 那就没有什么可挑的了 嗯 此时 重重他们 也早已被石鱼召唤了出来 他们一脸欣喜地打量着飞船 毕竟是第一次离开蓝星 石鱼自然也想让大家一起看看 旅游嘛 石鱼被神员传说 扔来一套银白色语航服后 神员传说 打算即刻出发 时间紧迫 不能耽误了 出发前 它看了一眼虫虫 名称 空想之蝶 属性 精神 空间 能量值 七百六十七万 这个常态能量值 对于一个虫类生命而言 已经非常难得可贵 更何况 它还掌握着不俗的变身进化剂 空想之龙 神员传说也期待着 这一只靠着半神圣龙龙珠 完成进化的青年虫 再靠一个龙神龙珠进化 可以达到什么境地 过往每一次探索星空的工作 都是举国关注的大事 也是各国竞赛科技实力的比赛 不过随着各国机械领域水平的提升 已经很少在关注星空 石鱼他们此次出发 更是只有不到五个人知晓 飞船起航后 从大气层一掠而过 飞船内 石鱼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压力 就仿佛坐在自己家中一样 看着窗外的景色变化 这艘飞船的速度很快 给石鱼的感觉 只是短短瞬间的功夫 他们就脱离了蓝星 银环星带 由一片漂浮的银色小型星群组成 到时候 飞船会停靠在附近 那里有着极强的星空辐射 环境恶劣 你穿着这深宇航服 可以短暂在星空中活动 至于你这只空想之蝶 以它的能力 只要时间不长 短暂活动应该没有问题 好 石鱼点了点头 其实重重早就借助用空想领域 模拟过星空环境 进行过锻炼了 虽然无法长时间在星空中活动 但也的确磨练出一定的抗性 不过 要是能净化为青龙 在宇宙星空中穿梭的本事 总该具备了吧 日后 石鱼当然可以 让灵野研究个飞船 甚至宇宙战舰 不过石鱼感觉 骑着青龙形态的重重 穿越大气层 来到星空 感觉更有逼格 哦哦哦哦 此时 石鱼他们趴在窗边 目光闪亮地看着下方 四周一片际黑 幽静 忽然 整个蓝星出现在了石鱼他们眼前 蓝星在星空中 显得格外美丽 蔚蓝色的浩瀚的海洋 绿色的茂密森林 中年不化的白色积雪 大片的黄色荒漠 这里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宁 速速趴在石鱼头上 宁了一声 不愧是他守护的沧海啊 的确漂亮 甚至蓝星 都是因此而命名 他气鼓鼓地看着旁边的虫虫 希望虫虫此次给力一点 毕竟 星空溢水团 可是他打工了半个月的努力结晶 他要求也不高 只要重重进化后 能具现出来完美的银河 星海 让他体验体验就行了 嗯 嗯 重重感激地看着速速 表示下次空想训练环境时候 会给速速开个小灶 增强下速速的训练环境 让速速的训练环境更残酷一些 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提升实力了 你 见灵赤童的关注点 不在蓝星 而是在寻找太阳 他有预感 自己的完美灵解 或是出神入化灵解 必然有一个形态 和太阳有关 一 而此时 最振奋地 当属参宝宝 他感觉 离月亮越来越近了 这里自爆的话 威力 好像比在蓝星上 自爆大了许多 好想把月亮打包带回去啊 不仅是一对全员 石雨也把二对全员召唤了出来 哦 呀 大地巨龙一般的小鸡 深渊磨牙转身体压压 都一脸感慨地看着蓝星 此刻 忽然感觉到了蓝星的海洋与大地 有些渺小 不过很快 他们更为悲愤 如此渺小的海洋和大地 他们都征服不了 何谈征服星空 总而言之 还是一对好啊 据他们了解 一对中的素素大姐头 都已经把目光瞄准到 星海之主那个位置了 太厉害了 同样穿着银色宇航服的旗 也趴在窗户上 兴奋地看着外界 他自然也知道 此行的目的 帮虫虫进化 之前待在亭香皇宫的他 根本想象不到 竟然有人会来到 星空中帮虫兽进化 你这些虫兽 倒真是奇特 机械传说 心中评价起石羽 石羽的虫兽风格 和历史上任何一位传说 完全不一样 有人这样评价个传说的虫兽 石帝 空帝的是神秘 因为属性 五帝的是霸气 因为风格 女帝 龙帝的是高贵 因为种族 而石羽这里 除了那只 机械霸王龙 和机械巨龙合体 而成的机械幻兽 有点强者风范外 其他的 机械传说 感觉看起来 都不像是强者 很人畜无害的感觉 当然 机械传说清楚 这都是错觉 比如 那只憨憨的鸭子 竟然是深渊海 半神转生体 深渊传说觉得 其他人肯定想不到 所以他才说 石羽的风格很特殊 随着时间的推移 石羽他们 距离迎环心带 越来越近 石羽的视线中 已经逐渐可以在 群星璀璨的浩瀚星空里 看到一片银色的 环形地带 它的背后 是明亮无比的月亮 据说 在月亮上 还存在着 数个神话传说遗迹 是来源于 神话时代的 众多神兽所见 可以得知 早在神话时代 那些神兽 就获得了离开蓝星 七夕星空的本领 也怪不得龙神会说 每一个神话集 都有了超脱蓝星的能力 神渊前辈 快到了吧 石羽已经开始期待起来了 呜呜 重重也开始期待起来了 不过此时 神渊传说红色的独眼 却充斥着异样的目光 他道 出现了一些问题 呃 怎么了 石羽心中一突 紧张问道 千万别是飞船鼓掌 回不去了 他们可不想在星空中流浪啊 没什么 只是我没有想到 竟然除了我们 也有人 在这个时间段 来到了迎环星带 神渊传说道 有其他人也在这里 石羽一愣 神渊传说道 应该是神风 或者雪原的人 其中 是雪原的人 概率更大 不 或者说就是雪原 不过不必担心 我们做我们的事情 互相不会干扰到的 好 石羽点了点头 同时问道 他们出现在这里 不会也是借助 星空之力修行吧 神渊传说道 不排除这个可能 他们显然很早就已经来了 如果不是时间太短 这次我们顺便 也把夜星带来的话 它也能有巨大的收获 毕竟它的天赋 便跟星辰有关 雪原方面 说不定 也有类似天赋的预售师 银环星带 某个银色小心体上 同样有一个宇宙飞船 停靠在这里 同时 飞船附近 还有数个穿着宇航服的人类 以及他们身边 还有着形态不一的宠兽 他们并没有发现 除了自己 有另外一批人 也已经接近银环星带 整个银环星带 还是非常巨大的 况且 如果机械传说是那么容易 被发现的 它也不是机械传说了 不一会儿 石羽他们所乘坐的宇宙飞船 便空间跳跃到了 另一处银色天体上 穿着银色宇航服的石羽 兴奋无比地走出来 站立在了这处小行星上 有着念力的它 在这个没有重力的地方 克服恶劣环境 还是可以轻轻松松做到的 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至于跟出来的虫虫 就更没问题了 嗯 一出来 重重的确感受到了 一股强烈的星空辐射 如果换做小鸡 鸭鸭 绝对会立刻产生 基因变异挂掉 好可怕呀 它连忙表示 把餐宝宝也喊出来 喊出来吧 难得来一趟 多搜集一点 星空变异之力 制造点便一心空过 和石羽一样 老资本家了 出来旅游一趟 都不让餐宝宝消停 这里召唤 溢水效果 会不会更好 石羽也道 不管当务之急 还是抓紧一切时间 赶快进化 他们的期限 可不是十天后的世界赛 进化完了 马上就得回去 毕竟 石羽还要赶过去荣光 参加考古大会 去领自己的神话资源 时间 非常紧迫 那 神游前辈 我们开始了呀 石羽向着同样跟出来的 神游传说道 嗯 去吧 有我在旁边 放心去进化 神游传说道 安全感十足 嗯 重重顶着星空辐射 顶着月光的照耀 飞向了星空高处 它的进化 倒是不用像石羽那么麻烦 石羽进化 得先完美突破到霸主级 然后借助霸主级的底蕴 去消化陨岸碎片 进化为魔神石铁兽 紧接着 再借助超合金 完成后续进化 但是重重这里 直接吸收空间口袋中的 清空神苍龙龙珠 星空溢水 画龙果的力量就行了 没有步骤之分 紧接着 借助三剑传说资源的力量 以及完美级空想领域 空想之龙 霸主意志 心灵领域的力量 去空想完善自己的青龙身躯 完成进化 这个过程 是一口气的 连续的 不过 可能进化需要的时间 要比其他宠兽更长 毕竟三剑传说资源 一般都能让资质卓绝的宠兽 突破到图腾级了 一下子吸收这么庞大的力量 把它们转化为种族潜力 对于中等霸主种族的虫虫来说 并不是一个渺小的工程 名称 虫虫 种族 空想之谍 属性 精神 空间 种族等级 中等霸主 成长等级 君王级 种族技能 无阶 虫思 寂静呼道 低阶 念力 寂静呼道 高阶 盗梦 寂静呼道 空间口袋 寂静呼道 超阶 空想领域 完美 空想之龙 完美 教授技能 中阶 高速愈合 出神入化 超势力 出神入化 会心一击 出神入化 高阶 绝对睡眠 出神入化 虚实幻影 出神入化 威慑 寂静呼道 空间桎骨 出神入化 瞬间移动 出神入化 空影 出神入化 背化 寂静呼道 重群指令 出神入化 分身 寂静呼道 四项心阵 出神入化 超阶 空间掌控 完美 静魔领域 完美 终极吸收 完美 常态能量值 700万加 意志等级 高级 霸主意志 重重抵运 虽不如十一丰厚 没有十一那么多种族技能 但是不同于十一 重重的净化剂 是种族技能 远比十一的超合金 参宝宝的变异体 更适合自己 最后检查了一遍 重重的数据 十语道 来吧 十语一声令下 拥有华丽的身躯的重重 也最后留恋地 看了一眼自己 以他的审美来看 还是当下比较顺眼 不过嘛 为了变强 他不当重啊 当下的改变 只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反正等空想之龙 到了出神入化 甚至寂静呼道 他还能再进化 到时候 他要将自己改造成 最心仪 最完美的种族 至于现在 就先用龙形凑合吧 重重的目光 逐渐坚定 随即 闭合了双眼 进入了梦境状态 开始空想 首先 是通过空想领域 调动周围星空之力 形成完美的进化环境 根据蓝星上面的种种传说 很快 星空之中 出现了第一道光亮 仿佛是漆黑深邃宇宙的 一颗星辰 或是星座 紧接着 第二道光亮浮现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浮现的七道光亮 互相连接成为了领域 引动起周围庞大的星空之力 化为了二十八星宿中的 东方七星宿雏雏形 角速 抗秀 低速 防速 星宿 尾速 机秀 登临星空之前 重重他们下了不少功夫 很快 一个形似神龙的万米星象领域 被重重通过空想领域 与星空之力 凝聚而出 当然 眼下的七星宿 只是空有其形 只能算是准备工作中的准备工作 重重位于其中 就仿佛是青龙星象的眼睛一般 似乎是用出了自己的组合奥义 画龙点睛 有意思 神员传说在旁边 看着做着准备工作的石与他们 精神集中 看来 为了朝着青龙形态进化 石与他们做了不少准备 嗯 累死 此时 准备工作结束后 虫虫开始吸收空间口袋内 放了好久的 青空神苍龙龙珠 乃至龙宫成化龙果 星空中溢水的力量 他缠了好久了 其中 化龙果能优化虫虫的体质 龙珠能提升虫虫的空想之力 以空想之力 向着青龙模拟 至于星空溢水 则能增强虫虫对于 星空力量的清和度 让他尽可能地吸收 庞大的森罗万象的星象之力 嗯 好唱 虽然外界看不出什么 但是此时虫虫 已经要爆炸了 他不得不立刻激活自己的底蕴 进行突破 哄 在霸主意志的带动下 在种族技能的带动下 他身上气息开始节节攀升 与此同时 他把三剑传说资源的力量 和空想青龙连接到了一起 席卷星空的宇宙风暴中 光亮耀眼无比 很快 庞大的净化之光 就笼罩了万米的青龙星象 并且也把重重包裹了进去 汇聚而来的星空之力 全部成为养分 去组成这全新的身躯 此时 虽然还处于进化过程中 但是虫虫的种族 已经在各种进化工作的准备下 开始了急速的提升 能量值 一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四千万 五千万 六千万 七千万 哪怕是虫类 在三剑传说资源的连环强化下 想不成顶级霸主都难 何况 借助空想之龙进化的虫虫 接下来也不是虫了 龙这个属性 会成为它的全新属性 常态时就自带的属性 还不错 气势很足 没有白来 没想到这小家伙 还有霸主意志 看来突破后 至少也有八千万能量值左右 同时 体魄也会不逊色 真正的准神化龙族 再加上空间系 空想之力 以及时宇的念力共鸣 又是一尊无敌霸主的诞生 一旁 神员传说默默点着头 一把年纪 忽然也心血来潮 已经可以想象到 时宇在世界赛 代表东皇 激然的征战 时宇更是目光灼灼地 站在小行星上 看着星空中的万米青龙星象 无时无刻不再沟通着心灵感应 去尝试触动青龙神异 进化十一时候 十宇得出了一个结论 只有宠兽具备相应契合度时 才能和心灵记忆中对应的神异产生共鸣 十一原本和太极领域并不契合 但是随着十一光暗进化 掌握对应的阴阳之力后 它立刻获得了一定的 与太极领域的契合度 所以 虫虫这边 理论上应该也是同样的 空想之叠状态下 正常空想之龙状态下 它和青龙领域不见得有什么契合度 但是 此时通过星辰之力 通过木系化龙果 通过朝着青龙进化的 青空神苍龙留下的龙珠 通过空想之力 近乎完美模拟青龙形态的虫虫 总该和青龙领域 有一定契合度了吧 时宇知道 眼下重重进化的气势 已经不弱了 进化后 初始能量值 恐怕更不会低于七八千万 但是 神缘传说满足了 可并不能让时宇满足 这点水平 距离真正的青龙 差远了 真正的青龙 是神非龙 是星象信仰之力 化为了龙的形态 是神灵 而非龙族 如果存在 怎么也得和沧海经历一个级别吧 还不够 还不够 庞大的星象之力 在青色净化之光的缠绕下 已经勾勒出来了龙形 整个身躯 正在慢慢完善 然而 时宇还在不断沟通青龙领域 尝试辅助重重进化 终于 随着青龙身躯的完善 功夫不负有心人 哄 时宇的身上 也爆发出了一股恐怖无比的龙威 他黑色的眼睛 直接转变为了金色的眼瞳 充斥着无上的威严 嗯 怎么了 时宇身上猛然的变化 让旁边的机械传说一惊 只见 刚才还很正常的时宇 此时此刻 身上直接弥漫起青金色的波动 震撼的心灵金铜 更是具现在了此处星空中 机械传说微微一愣 时宇这个形态 倒是有点像之前 展现的心灵领域 可是那时候 时宇不是说 开发的心灵领域 只能对那只石铁兽增幅吗 那一阴一阳的心灵领域 的确也不和目前 朝着青龙进化的空想之叠契合 不对 时宇此时展现的 根本不是那一阴一阳的心灵领域了 反而 是另外一种 神员前辈 我若有所误 心灵感应好像突破了 神员 时宇化落 轰的一声 他身上再次有领域扩张 和重重空想出来的青龙领域 合二为一 整个青龙星象更加耀眼 神意平生 神员传说微微张开嘴巴 虽然说 目前机器人形态的他 没有嘴巴 他只是不理解 心灵感应天赋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此时 他也的确可以感应到 时宇身上的力量 全部是心灵波动 实质化而成 但这无比浩瀚的力量 是怎么回事 呼 此刻 黑暗的记忆世界中 时宇看到了一座星宫 一片星座连接而成的青龙壁画 它散发着神秘的魔力 触动着时宇的内心 当即 时宇心灵念力 直接和重重进行连接 进化中的重重 也猛然看到了 这幅神秘的壁画 壁画上的超凡之力 就犹如淡淡的星光 和此时迎还星带中的星空之力一样 不断聚集向他的身躯 这一刻 原本就感觉到 自己的实力 变得越来越恐怖的重重 有了一种 自己比刚才还强大数倍的感觉 嗯 哄 万米青龙星象 重重画龙点睛 青龙星象的眼睛部分 最先睁开和时宇一模一样的金色双铜 犹如盘旋于古老星空中的神灵之眼 注视着渺小的星球 还没结束 重重和时宇感觉 此时完全不是进化的终点 此时此刻 重重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除了游离在星空中的星空之力 除了充斥在各地的虚空之力 自然之力 它 还可以感觉到另外一股 神器无比的精神能量 这股纯粹的精神能量 浩瀚无比 点缀在远方的蓝星之上 与重重产生着共鸣 只是短短片刻 重重就意识到了 这是什么 它其实在天狐国 感知到过这股力量 这股力量 在那一尊尊狐神像上出现过 信仰之力 那是云云众生 信仰青龙的云云众生 对于青龙图腾 对于青龙胜受的信仰之力 重重感觉 自己吸收了星空力量 吸收了化龙果 吸收了青空神苍龙龙珠 借助了时宇的心灵力量 这都不算是完成了 完整的青龙进化 只有接受了信仰之力 自己才算是 真正完成了众多传说 众多半神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成为真正的青龙 我 需要你们的力量 我 需要你们的力量 跨越空间的精神联系 传递到遥远的蓝星 蓝星之上 东皇 青龙村 这是一个三级城市下属的小村落 平平无奇 村落内 最强的预售师 也不过是职业级 不过 这个村落 倒是有一个高端大气的名字 青龙村 原因很简单 在古代 青龙村周围几个村落 天灾肆虐 农作颗粒无收 民不聊生 为了生存 这附近的人们 开始祭拜神灵 他们选择的 便是更古老的人们 虚构出来的青龙图腾 青龙图腾被誉为守护东方之神 有着 让万物生机盎然的超凡能力 虽然这能力 在许多超凡生物中非常普遍 但对于弱小的普通人来说 都不是那么轻易能够接触的 既然要信 自然要信最强的 巧合的是 在青龙村的村民 祭拜下 周围真的开始风调雨顺 万物复苏 整个青龙村 也因此得以在各种灾害中传承了下来 于是 这里便保留了信仰青龙图腾的习俗 传承了数百年之久 村民也由此更改 由于青龙图腾乃 虚构图腾 东方进入现代以来 倒是也没打击信仰青龙的部族 所以 许多信仰青龙的部族 都得以保留 生活在东黄各处 此时 青龙村 青龙庙内 负责清洁青龙神像的乡村少女 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她看着弥漫着光芒 千百年来 第一次弥漫光芒的青龙神像 立刻震惊地跑了出去 青龙神像显灵了 青龙神像显灵了 这种事情 在许多乡下村落都有发生 不过最震撼的群体 还是那些大城市 那些见多识广的御寿师们 神都 青龙博物馆 这是一个搜集古代有关青龙神信仰物件的博物馆 馆主是一个六级龙系大师 他看着空无一人的青龙博物馆内 一个又一个青龙神信仰物件 统一闪烁起光芒 震撼得张大嘴巴 左顾右顾 怀疑是不是哪位前辈在跟自己开玩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可是顶级大师啊 就算是霸主级 也休想在他面前装神弄鬼 这是怎么回事 古都 一个豪华别墅呢 啊 一个电视前沙发上睡大觉的卷发大妈 猛然从梦中苏醒 一脸恍惚 怎么了老婆 睡着了做噩梦啊 咋了吗 于树道 旁边交流的一对父子 乐呵呵看向这个女人 也不算是噩梦 就是梦到了青龙神 说要借助我的力量 起TM怪了 于树老妈 顶级驯龙大师 骂骂咧咧道 点燃了一根烟 你就是休息的不够 于树道 他知道自己的家族 信仰的图腾 就是青龙神 所以对于老妈会做这样的梦 没什么奇怪的 但感觉吧 挺真实 于树老妈奇奇怪怪道 这种事情 在东黄各地 乃至国外 都有发生 七岛地区 也有信仰青龙图腾的群体 此时 青龙神社内 一个个巫女 也茫然 震撼地 看着显灵的青龙神像 呼喊起传奇神主 图腾国 龙人帝国 对于龙人帝国的统治者暴龙王 周围图腾国并不陌生 这位暴君 自称青龙正统 也是朝着青龙为母版进化的 只不过 形态是青龙人形 所以 他也要求着国内的民众 无论是人类也好 超凡生物也好 信仰自己 信仰青龙 此时 这位顶级图腾中的佼佼者 号称东方大帝 最有可能成为半神的暴龙王 震怒无比地爆发出恐怖气息 感觉自己的信仰之力 受到了争夺 他龙目充斥着难以言明的震撼目光 不明所以 看向星空 与此同时 只是短短一会儿 青龙神显灵这个热点 就冲上了东皇网络的最高热搜 引起国民级讨论 如果只是个例 还不会引起这么大反应 但是青龙图腾千百万年来积累的信仰 让他的信仰者 分布到了各个阶层 虽然不如真实存在的沧海精灵那样 浩瀚 悠久 但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不然很难让许多图腾半神 都为之觊觎 当然 这种情况 在龙宫城这个庞大的龙族势力中 也出现了 发生了什么 别跟我说 青龙真的因为信仰之力而诞生了 龙宫城内 海龙王得到归丞相的汇报 目光惊疑不定 要通知龙神吗 谁也不知道 这一切的变异 都来源于星空之中 星空之中 漫天的精神信仰波动 跨越空间而来 汇聚在了青龙星象的身躯之上 旁边 机械传说神愿的目光 已经呆滞了 已经傻住了 无法理解地 看着汇聚而来的信仰之力 一脸的震惊与茫然 和见到石宇的宠兽 掌握准神迹一样 呆滞无比 从一开始 神愿传说 就不看好石宇的重重能进化为青龙 哪有那么容易 他没有拒绝 是想着 就算进化失败 但只要完成了进化 实力也不会弱 那些龙族图腾半神 不也照样朝着青龙进化并失败了吗 但是他们弱吗 不见得 所以 抱着横竖都不亏的想法 他带着石宇登临了星空 然而 让机械传说无法淡定的是 此时 进化过程中的空想之叠 竟然正在吸收着 来自不知何方的信仰之力 这 怎么可能 好 终于 信仰之力的聚集 完善了青龙星象最后的身躯 伴随一声响彻星空的龙吟 青金色的进化之光下 他的身躯 彻底成形 他身躯长达万米 盘踞星空 撞似龙形 头长金色双脚 神皮青灵 眼睛 尾巴处 仿佛燃烧着金色的精神信仰之火 形象震撼无比 经过时代的演变 历史的迁移 青龙形象不一 但是 重重最终所画的青龙 不管和哪一款青龙相比 都不会逊色 毕竟 除了青龙之形 重重还把各个龙神像优化而成的完美之龙概念 融入了其中 此时 石宇的心 激动无比 心脏砰砰砰直跳 旁边 神员传说 还一直处于震撼之中 名称 属性 精神 空间 龙 能量值 发生了 什么 神员传说看着眼前的能量数据 又一个无法检测 他震惊得到 石宇 你别跟我说 他真的进化成功了 真的进化为了 可以接收青龙信仰之力的青龙 哄 好 随着一道青龙营 重重爆发的惊天威势 席卷星空 在来源于蓝星的信仰之力加持下 一下子让她的异象 冲破了机械传说的屏蔽 营绕在整个银环星带 怎么回事 星环星带另外一边 已经完成了相应任务 正准备回蓝星的一批血缘御寿师 猛然看向了远方 用不可思议的神情 反映着远方传递而来的震撼波动 滴滴滴 能量值 庞大的能量波动 即使跨越遥远的距离 也被他们感知了到 此时此刻 这群原本打算回国的血缘御寿师 交换了一下目光 瞬间在宇宙飞行器的帮助下 也重新飞上星空 看向了远方 紧接着 便看到了一道震撼的画面 以及 听到一声即使是在星空中 都能响彻浩瀚距离的震撼龙银 那是一尊万米青龙 悬绕在银环星带 映照在月宫之下 身躯震撼无比 面对他的龙银 即使是这群血缘御寿师身边的霸主宠兽 图腾守护神 也都是心灵震荡 觉得匪夷所思 哦不 那是什么 天啊 宇宙中怎么会出现一条龙 怎么回事 快记录下来 传递回蓝星 这一刻 这群血缘御寿师也震撼无比 当然 石宇他们根本没空管这群人 看到就看到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要隐瞒的事情 此时此刻 石宇正在和这尊青龙对视 互相对视 飞船内 小鸡他们 也眼巴巴地看着重重 无法接受地抱头 哦 童卫龙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帅 是的 神缘前辈 我们成功了 石宇的心灵感应 响彻此处 让神缘传说 更加呆滞 准确来说 是成功了一半 由于他的实力不到家 也没有履行真正的青龙义务 接受的信仰之力并不多 还不算真正的青龙 不过 也已经可以称之为 最接近青龙的生物了 已经真正意义上地 超越了其他模仿者 拥有了初步调动 青龙信仰之力的能力 石宇看着 巨化状态的虫虫 已经非常满足 无与伦比的欣喜 虫虫金色的眼瞳 注视着石宇 点了点头 该形象 已经很难 让石宇认出它 还是那条工具虫 不容易啊 既能 既能呢 此时 神缘传说 根本没有了一个传说的矜持了 石宇道 可惜了 没有准神技 不过 却和沧海精灵一样 拥有了相对的信仰技 而且是两个 我感觉 应该是信仰技 很难成为准神技吧 靠信仰触碰规则 还是比较难 但等这些信仰技修成准神技 它肯定也和素素一样 是最强半神 石宇说话间 已经用念力控制自己 飞向空想 巨化形态的青龙重重 想尝试一下 成奇青龙的感觉 同时 也没向神缘传说隐瞒 道 它一共觉醒了三个技能 分别是超阶技能 青龙银 超阶信仰技 龙抬头 以及龙心群 神缘前辈 十分感谢您 它们的效果 分别是 名称 青龙银 属性 龙 精神 等级 超阶 介绍 威射技 可以强化自身威射技能 并抵消一切 对自身产生不利影响的威射 名称 龙抬头 属性 龙 精神 木 水 等级 超阶 介绍 自己冰死或者死亡后 可以凭借信仰之力 进行恢复或者转生 信仰不灭 自身永恒 名称 龙心群 属性 龙 精神 空间 等级 超阶 介绍 从宇宇宙 从宇宙中 召唤 龙行 隐心 进行攻击 隐心 由信仰之力 与星空之力 结合而成 信仰之力越强 威力越大 进化后的重重 直接收获了 三个强力的超阶技能 第一个 可以让他的威慑 抗衡十一 这样的神之威慑 第二个 是和时光应急一样 堪称不死之身的技能 恐怕他日后也能做到 和速速一样的事情 无限转生 第三个 光是想想陨石的威力 时宇就能想象到 龙行群可以造成 多么恐怖的破坏力 最主要的是 此时 时宇可以明显感知到 重重原本作为 短板属性的生命力 能量值 体魄 此刻 全部不再是短板 而是变成了强项 光是那和时一一样 突破霸主级限制的 庞大能量值 就证明了 他如今的可怕 他的体魄 也已经超越了 一众准神化种族神龙 巨龙 成为了最强 接近了时一 成为了对内体魄第二 除此之外 他此时 更是获得了 在星空中 肆无忌惮地生存的能力 单独靠自己 就可在星空中生存 此时此刻 时宇已经沉寂在了重重头上 他也已经恢复了 正常情况下的百米常态 依然是霸气绝伦 哦 压抑许久的重重 终于感觉自己 此次算是彻底崛起了 他在神渊传说震惊的目光下 开始带着时宇 在星空中飞行 双方都无比地爽快 重重 碾碎他 此时 穿着宇航服的时宇 轻轻拍了拍重重的头 看向了远方一块 漂浮的巨大灰色陨石 开口道 哦 好嘞 下一刻 重重通过空想之力 强化身躯 以完美之龙的姿态 获得了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力量 单靠肉身之力 就仿佛化为一道青金色的光药 带着时宇 宛如流星一般 冲向那块直径百米的小陨石 哄 一道青金色的流星划过 碰 巨大的陨石 直接被穿透 爆裂为粉末 这一幕 恰好被巨大动静 吸引过来的血缘玉兽师们看到 他们震惊无比 虽然不知道 那个万米青龙 为什么变小了 但是 此时此刻 他们看着青龙头上半蹲着 扶着青龙头部的 穿着宇航服的神秘人类 直接猛逼 竟然 竟然有人骑着那个生物 是谁 究竟是谁 怎么可能 传说玉兽师吗 时宇和重重 自然早发现了他们 不过 既然是七国联盟的盟友 那就算了 这些人也没有一点安全意识 这么大的动静 竟然敢直接过来 时宇微微一笑 没有理会他们 和重重的身躯 再次化为 一道青金色的流星 在宇宙星空中激荡 我叫神元 我是一个专精机械系的 传说预售师 现在我很迷茫 我醒来后 这个世界的变化 我看不懂了 同时 表示看不懂的 还有雪原国宇航局内 那十几个航天精英 此次雪原飞天 除了训练世界赛选手 还为了一个考古任务 但是 这里的人 怎么也没想到 前去星空的小队 在即将回城的时候 传回来一幅震撼的画面 那是在耀眼无比的 迎环心带中 一尊青色神龙 击碎陨石的短视频 如果仅仅是这样 关键是 那条青龙头颅上 竟然还承起着一个 穿着宇航服的 神秘人类御寿师 从服饰来看 这根本不是雪原的御寿师 并且视频末尾 附上的也是 星空中 金线承起青龙的 神秘御寿师 身份未知 第420章 青龙养成计划 伊丽娜 雪原国传奇御寿师 世界赛选手之一 实力不俗 王牌为星神雄 是雪原国探索星空后 培育出来的全星种族 被誉为最强之雄 伊丽娜的星神雄 便是初代星神雄的子嗣 世界上第二只星神雄 因为是混血 天赋潜力 还在父母之上 作为此次雪原国 探索星空的成员之一 发现青龙异象后 他很快随着同伴 一起来调查 不过 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自己和星神雄 竟然连接近 对方都做不到 好 巨大的龙银声传出 青龙威慑席卷星空 他那只号称 最强雄族的星神雄 此时连动弹都无法动弹 瞳孔中充满了恐惧 砰砰砰 穿着宇航装备 眉心有月亮符号的 白色星神雄的心跳声 伊丽娜都听得一清二楚 图腾集和传说御寿师吗 他目光震惊 到底是谁 我们还是回去吧 伊丽娜旁边 还有雪原国此次随行的守护神 顶级图腾 初代星神雄 他此时也面色凝重无比 冷汗直流 看着那尊青龙 生出巨异 听到对方的龙音后 即使是他 也都生出一种心悸的感觉 感觉在血脉层次上 完完全全被碾压 乃至心底 也产生了一丝恐惧 名称 星神雄 属性 光 种族等级 高等霸主 准神化 成长等级 霸主级 能量值 8021万 时宇和重重 虽然没有理会 这群血缘御寿师 但是也时刻 在关注他们的动静 毕竟 里面不止一个图腾集生命 强大的顶级霸主 传奇御寿师 更是非常多 不过 此时让石宇乐呵呵的是 图腾集之下那些宠兽 只是听到青龙营 竟然就被吓得无力动弹 甚至 就连图腾集的生命 也被威慑震住 不敢轻举妄动 重重感慨 这群熊好菜啊 和领袖差远了 血缘国信仰雄族 世界赛后 不会跪求东皇的石铁兽吧 不错嘛 石宇可以感知到 重重如今威慑的强大 他现在的满级威慑 在青龙营的加持下 同级下 应该可以称之为最强威慑了 或许根本不用做什么 光靠威慑缠绕身躯 就足以秒杀顶级霸主 一找下去 就能让其他生命 感受到无法阻挡的恐惧 重重如今的威慑 给石宇的感觉 就算是参宝宝 赤童他们应对 也会一瞬间被秒杀 同等级下 就算是光暗进化前的魔神石铁兽 也会被压制 不过如今 石宇靠着神话种族的强大 靠着阴阳末盘的磨灭之力 倒是不具任何威慑 但是同样的 目前重重 也不用担心石宇的神话种族 准神纪带来的规则威压了 他虽然还不是神 但已经有了和神抗衡的资本 你小子 够了 神渊传说 很快把石宇喊了回去 目光复杂 而宇航服石宇 自然也很听话的 乘骑青龙飞了一圈 回到了原点 你的玉兽空间情况怎么样了 神渊传说问道 空想之谍的进化 超出了他想象 他立刻询问起石宇的 玉兽空间情况 有没有得到带动 石宇摇头道 有点小难受 加成比我想象中的小 反馈的属性 平摊到了生命力 精神力 体魄 玉兽空间各个方面 空间虽然有所强化 但要突破 恐怕还要冥想一段时间 神渊传说一正 但很快 道 罢了罢了 无所谓了 反正以你现在的情况 突破不突破 都是一个结果 你也不用着急 你才二十岁 接下来十年 都是急速成长期 你的身体还受得了吧 石宇道 受得了 反馈得到的提升很全面 虽然比之前负担大了几成 但依然在可接受的范围 那就好 神渊传说 随即看向了石宇身下 这点燃着信仰神火的青龙 一阵口干舌燥 虽然他现在是机械 你准备给他起什么名字 乌重重不语 坐等石宇起名 威势无双如他 也开始害怕了 混沌熊猫后 会是青椒肉丝龙吗 他讨厌青椒和青椒 石宇笑道 虽然他还不是青龙 青龙吧 神渊前辈 我有一个想法 名称 虫虫 种族 青龙 进化中 属性 精神 空间 龙 木 水混合龙系 种族等级 高等霸主 准神话 说 神渊传说道 青龙传说虽然远远流长 但许多人都清楚 青龙不过是虚构的 虚构他的介绍虽然强大 但是本身 信仰青龙的人 很分散 不仅有其他图腾抢信仰 光是四圣兽中 就有三个跟他抢人 虽然青龙信仰 足以碾压当今 任何一个 靠着信仰成国的图腾国 但相比沧海精灵 这样的古老半神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青龙虽然神异 但目前基本是吹出来的 没有足够的信仰支持 青龙也从未 为信仰者做过事情 这样 是不可能信仰成神的 达到沧海精灵那种地步 就是极限 所以我想 能不能在东皇内 出台一些政策 把重重培养成 真正的东方守护之神 让他获得更多的信仰之力 空想之龙技能 未来还有两段进化 通过更强信仰之力的加持 下下次 不 下一次 说不定 他就可以进化为 真正的神话种族的青龙了 而非现在的青龙雏形 想和神话传说中的青龙一样 拥有神灵般的能力 肯定还要更多的信仰之力 机械传说神员微微沉默 时宇 想在东皇谷国内 培养信徒 他当初建国 可是第一时间打掉了图腾部族 那些信仰图腾的势力 全部给解决了掉 这是要 开历史的倒车吗 这样的信仰制度 与当前东皇的运行制度 有极大差别 你想怎么做 神员传说问 时宇道 也不用太严格 就设立一个新的东皇传统节日就好了 就叫青龙节 龙抬头 宣扬青龙文化 主要在普通人间进行 尤其是在三级城市 下属的庞大数量的 以农耕为生的乡村进行 他们才是信仰的主力 在东皇 肯定还是普通人比喻寿舌的 而龙抬头的寓意 则是消灾赐福 风调雨顺 五股风登等 虫虫激动 自己要成大明星了吗 坐龙 也挺好 而固定在这一天 我会让他飞遍东皇全国 借助空想之力 真正地帮助普通百姓消灾赐福 让信仰地区风调雨顺 五股风登 持续百年 千年 乃至万年 这样信仰不断 他便可以永恒守护东皇 虫虫 累累 还好有分身和参宝宝 神员传说再次沉默 东皇目前守护神有许多 比如林峰就留下许多守护神 不过这些守护神 大多是吃了喝喝了睡 除了东皇遇到灾难 否则基本不会做这些琐事 虽然是为了信仰之力 但是时宇这是准备付诸真实行动吗 我会考虑的 如果是其他人提这样的建议 神员传说肯定理会都不理会 进入现代以来 东皇已经很少有吃不上饭的地区了 毕竟不是落后的古代 所以 青龙节意义不大 但是 时宇的建议 他又不得不考虑 因为时宇是真正意义上的 有传说之姿的御寿师 这只虫子 更是做到了难以想象的 真正地朝着青龙神 迈出了正确一步 如果东皇能一直保持现状 那多一个少一个守护神 自然无所谓 但问题是 不存在传承不断的势力 他必须长远考虑 那么 维持青龙信仰 便可以和机械换兽计划一样 成为东皇一个不灭的底牌 此时 时宇期待啊 现在他就是希望 重重的信仰之力越多越好 青龙节 圆明龙抬头 其实是地球中国一个传统节日 在农历二月二日 也是一个围绕美好的龙神信仰 而展开的节日 这个节日 主要信仰的 就是青龙天象 不过 在这个蓝星 因为图腾时代多次战乱 很少有什么传统节日保留下来 虽然有青龙信仰 但是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正经的 与青龙有关的传统节日 这样一来 虚构的青龙的信仰 其实很容易断掉 沧海精灵 就是吃了类似的亏 石鱼准备到时候 把这个节日的活动照搬过来 结合东皇国情 再给神渊传说看看 如果东皇国不让搞 那他只能到时候 去解放东皇自古以来的地盘 去其他地方搞了 比如龙人帝国 毕竟重重此时有两个技能 跟信仰之力有关 不求不行啊 肯做实事的神不多了 多少信一点啊 他可是真的打算 让重重去履行青龙义务的 毕竟不这样做 重重不可能进化为真正的青龙 神渊前辈 嗯 您说 世界赛 能搞直播吗 神渊 什么意思 如果能直播 让更多人看到 青龙大发神威 他的信徒岂不是很激动 岂不是能让他收获更多的信仰 除了东皇外 他的信徒 应该分布在世界各地吧 所以 去了伊纳泰拉 能不能和世界术提议一下 跟随下潮流 搞个比赛直播 神渊 混蛋 你到底是去比赛的 还是去搞呆祸的 先让我看看 他的信仰技能好了 神渊传说道 石渊表示明白 他也很想看看重重的龙心群呢 好 重重目光中充满了无敌 他的龙筒中 流淌起金色的信仰神火 将眼瞳染成了金色 星空之力和信仰之力的凝聚下 冰冷与黑暗的星空之中 很快 一块巨大的陨石 从无到有凝集而出 从直径一米 到直径十米 直径百米 青金色的陨石不断变大 内部蕴含的能量 也越来越庞大 就这样漂浮在宇宙星空中 看得机械传说 逐渐心惊 很快 这颗陨石 就达到了直径千米的地步 成为一个庞大的小行星 震撼无比 内部蕴含的能量 已经远超霸主这个级别 等一下 神员传说连忙叫停 询问道 如果它在蓝星上 还能凝聚这一招吗 石语道 能 就是时间慢点 不过不要紧 因为 随时随刻都能凝聚 并且 这一招的凝聚 主要依靠信仰之力 和星空之力 无论是凝聚还是调动石 它是不会产生太大能量消耗的 和借助自然之力一个道理 即使是在非战斗时刻 它也可以在蓝星上 无聊时候 就凝聚一颗陨石 凝聚一片陨石群 等到需要战斗时候 就把陨石召唤下来 威力的话 只要信仰之力足够多 它现在虽然是霸主级 但是却可以造成 超过半神级的破坏力 如果没有防御设施 靠着陨石的力量 它就可以轻松毁灭一个国家 像天狐国这样的小国 即使是现在的虫虫 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 将其灭国 石羽愿意称这一招 为队内最强攻击手段 和速速地组合信仰剂一样牛 目前阶段 参宝宝的自爆 石一的准神剂阴阳末盘 都得靠边站 破坏力 自爆比不上龙心群 目前阴阳末盘也一样 只能胜在磨灭一切的功能性上了 这一招 其实和借助自然之力类似 并不是重重本身的力量 而是青龙信仰的力量 所以轻松让它拥有了 超越霸主级的破坏手段 从此刻开始 石羽可以说 是真正的不需任何图腾势力了 想跟它为敌 它直接让重重拉10个陨石 砸向这个图腾国 看看谁先受不了 就是有点不人道 注定不是和平年代 能随便用的技能 可以说 这是一个堪比竞技武器的技能 进招 必须进招 无论队内队外 都不能轻易用 不然 冰原 武林这样的城市 恐怕会一瞬间化为虚无 一击灭城 要不是蓝星的地表强度 和空间强度足够强 否则石羽怀疑这一招 修炼到极致 能覆灭一个时代 造成大规模生物灭绝 它现在可以说 越来越期待 重重完善青龙形态 进行神之进化了 所以 信仰之力这种东西 无论如何 它也要收集 毕竟 凝聚陨石消耗的是信仰之力 这玩意用一点没一点 虽然现在够用 但时间一长 没有补充的话 信仰计就废了 就相当于 蓝星的大海干涸 速速的沧海奇约 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除此之外 重重的不死之身 无限转生 也需要用到信仰之力 你是认真的吗 此刻 听到重重随时随刻 都能凝聚陨石 把其悬挂在星空 当作禁忌武库 神员传说直接当机 你管这叫超阶技能 哪怕是准神技 也没办法达成这样的效果吧 你应该 不至于把这一招 用到世界赛上吧 神员传说道 这一招下去 它怕世界术的 七夕倒雨沉了 虽然说 世界术肯定会防御 但确定用了后 东皇不会被世界术竞赛吗 还世界术的祝福 世界术的诅咒差不多 毕竟消耗的是 很难再生的信仰之力 信仰剂如果不强点 也不值得那些龙族半神 为之疯狂了 实语效 不过我想 世界术 应该不会禁止什么技能吧 毕竟它可是世界术 关于我一个技能 逼迫裁判下场 终止对战那件事 在它看来 沧海契约 龙星群这些超阶技能 给它的震撼 还要比领得 风之祝福更大 怪不得 那些图腾都喜欢 搞什么信仰成神 有些信仰剂 不见得比规则准神纪弱呀 而且 信仰剂修炼到极致 一样可以触碰规则 强上加强 如果世界赛也能直播就好了 到时候 熊猫为东皇国宝的地位 将彻底无法撼动 说不定日后十一 也能有个信仰剂 神缘传说无话可说 放着一个可在生禁剂武器 它此时 竟然找不出 不让重重收集信仰之力的理由 试想一下 如果宇宙星空中 悬挂着成千上万 直径超过一千米 乃至更为庞大的陨石群 以目前的世界格局来看 只要不神话复苏 哪个国家敢对东皇发动战争 一番交流后 神缘传说经历了 极为复杂的情感变化 开始带着石鱼返回蓝星 周围的血缘国欲寿诗 更是在机械传说的隔绝下 也灰溜溜返回起蓝星 当下 要不是神缘传说 劝住了石羽 石羽甚至想坐着青龙重重 乃至刚才重重凝聚出来的 一块陨石回去 而此时 最为猛逼的 还当属是林会长 此时此刻 林会长已经和东皇团 抵达了荣光 不过 刚刚抵达荣光不久 林会长就通过特殊通讯手段 接收到了来自国内情报局的 重要汇报 林会长 不好了 就在不久之前 国内超过万件 与青龙图腾有关的信仰物件 弥漫起光芒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信仰共鸣一般 我们更是得到了消息 不仅东皇如此 七岛 龙宫城 乃至图腾国那边 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我知道了 不用在意 林会长沉默地挂掉了电话 风轻云淡 泰然自诺 随即 看向了星空 看向了神渊传说 以及时雨前往的 去进化青龙的方向 林会长 阿爸阿爸阿爸 沉默地挂掉了电话